这是2020年播出的一部爱情韩剧 本期小帅就为大家解说这部 《花样年华生如下花》 故事开始 女主智秀原本是一个元气满满的财阀千金 20年后却成为每天卫生计而东奔西走的单亲妈妈 为了一瓶掉落在车下面的矿泉水 全然不顾路人诧异的目光 不惜弯下腰费力地趴在地上去捡 她在慌乱中捡走了所有的东西 却唯独一落珍藏了20年的手卷 可急于去支援被超市不合理裁员的示威现场的她却不知 也就是她曾经苦苦追求 照亮了她黑暗又痛苦的人生的那道光 那是20年前的一个秋天 如往常一样回家的智秀 不小心被卷入一场示威者和当局的冲突中 正当她被逃跑的示威者撞倒在地 在滚滚浓烟中不知所措时 一只铿锵有力的大手突然拽着她逃离了这个是非之地 智秀被浓烟呛到喘着粗气 男孩不仅耐心地教她用深呼吸解决喉咙的不顺畅 看到她被划破的手掌 也毫不在意地摘下手绢替智秀包扎伤口 然而就在男孩摘下手绢的刹那 智秀的眼睛再也没有离开男孩的脸庞 白折的肌肤 帅气又阳光的外表 这不正是自己喜欢的类型吗 这怦然心动的感觉让智秀几乎忘乎所以 以至于男孩离开后智秀才想起没有询问她的名字 但智秀就是这样一个不服输的女孩 为了找到帮助过自己 且又是自己喜欢的类型的恩人 不间断地在学院门口询问是否还有像昨天那样的示威活动 在学校食堂看到酷似男孩的背影 也会笑得甜出蜜来凑上前去 黄天不负有心人 在寻觅了许久之后 终于再一次偶然地学生动员大会的现场 她终于找到 且知道了这个令她心心念念的男孩的名字 为了能和韩再贤正式地说上几句话 智秀鼓起勇气来到韩再贤所在的班级 而班级里的再贤也同样看到门口有过一面支援的女孩 看着喜欢的人缓缓向自己走来 智秀的脸上不禁洋溢着盎然春情 然而下一秒她关上了门 突如其来的闭门羹就犹如一盆冷水泼在智秀的脸上 她失落又带着点生气地转身离开 有那么一瞬间 她甚至想将韩再贤用来包扎伤口的手绢扔进垃圾桶 可思索片刻后终究还是没舍得丢掉 来到楼下看着韩再贤那阳光又帅气的脸庞 智秀的脸上再次忍不住泛起花痴般的表情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望君一眼无终生吧 而楼上的韩再贤看着楼下差点被石头绊倒的智秀 心里也不禁紧张了那么一下下 坐在车内的韩再贤回忆起过往和智秀的点点滴滴 然而往事有时也是不堪回首 四年前为了岳父口中承诺的集团副会长的位置 韩再贤不惜放弃四年青春替会长承担了莫须有的罪名 坐了四年牢 可如今出狱的第一天见到岳父时 岳父不仅全然不提当年对他的承诺 甚至还给他讲了一个兔子和猎犬的故事 你见过有人会把兔子给猎犬吗 韩再贤又岂能不明白其中的含义 可如今势单力孤的他也只能将愤愤不平藏在心里 四年的牢狱生活 就这样换来在妻子书经手底下工作的超市副代表的职位 都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妻子书经同样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在韩再贤出狱当天晚上 妻子就以拓展业务为由要去夏威夷出差 但第二天却被朋友拍到妻子和英俊男模特携手同行的照片 一个人太辛苦 然而看到如此不堪的画面 韩再贤的反应却有点过于平静 原来昨天晚上听到妻子要去夏威夷的消息时 他早已猜到了大概 此时酒店大堂内却也不合适的想起了一首 令他魂牵梦绕的钢琴曲 二十年前身为检察长家的千金的智秀 二十年后却变成每天靠坐三份兼职 带着孩子勉强维持生计的单亲妈妈 来之不易的超市工作被不正当解雇 智秀也会在没有兼职的空辖时间前 去无良企业门口参加示威活动 而四十岁的韩再贤却背弃了自己年轻时的理想 从替少数人说话的运动者 变成既得利益者对付劳动者的工具 娶了富家小姐飞黄腾达 男女主少年时期的相处模式 一个穷追猛打 一个冷若冰霜 一直以来就勇敢如同羽战士般的智秀 从不掩饰对韩再贤的喜欢 那是二十年前的一个秋天 当时的大学校园里 外国的电影艺术正在对大学生们形成强烈的思想冲击 而正处于青春荷尔蒙爆棚的年龄的智秀也不例外 当天晚上就在网上和音像店老板约好 要去租借一卷名为情书的录像带 不巧的是韩再贤同样也有一颗钟爱于情书的初恋情怀 两人就在音像店不约而遇 本着女士优先的原则 韩再贤把录像带让给了智秀 但智秀却觉得是自己夺人所爱 因为这卷录像带本是韩再贤预约在先 他希望韩再贤能和自己一起看完这部电影 可当时致力于学生运动 对男女之情毫不关心的韩再贤 却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的请求 但智秀岂会不知这是和自己喜欢的人拉近关系的机会 当即对韩再贤开启穷追猛打的模式 在一个浪漫的下雨天 韩再贤终于经不住智秀的软磨硬泡 答应和他一起看完这部电影 而这也是韩再贤和智秀相识后一起待的最久的第一次 但智秀却不满足于仅仅只有两个小时的相处时光 向韩再贤表白并邀请他来学院听自己弹奏的曲子 而韩再贤却又再现闷骚青年的体质又一次拒绝了智秀 并将恋恋不舍的智秀无情地推上公交车 被拒绝之后的智秀也并不沮丧 反而有一种越挫越勇的孤勇 面对智秀韩再贤虽然总是一脸严肃 但在智秀一次又一次的勇敢告白后 韩再贤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从一起看情书注意到他的手部小动作 从图书馆奋不顾身地为他挡下掉落下来的书本 从不愿跟他多说一句话 到悄悄出现在他弹奏钢琴的现场 一个元气满满的钢琴戏笑话 一个阳光又帅气的法学院高材生 如此天真烂漫的两人 二十年后却天各一方各自成家 二十年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尚不得而知 但能听到的是琴声依旧动人心弦 听到这首熟悉而又陌生的旋律 韩再贤忍不住创燃泪下 因为这曲子正是智秀年轻时最喜欢的曲子 也是他听过最多的曲子 而弹琴的女人正是一个穿着黑衣 戴着黑色眼罩的女子 正当韩再贤想要一探究竟时 妻子舒惊却不合时宜地打来了电话 韩再贤想要挂断 因为眼前的钢琴师可能正是自己苦苦寻找多年的女人 可爱于妻子的强势 韩再贤最终还是接了电话 得知四年未见的儿子受伤住院 韩再贤也顾不得其他 着急驱车前往远在百里之外的另一个城市 而事实就是这么奇妙 就在韩再贤前脚刚刚离开的沙纳 智秀后脚也跟着跑了出来 坐着列车前往同一个城市 在儿子上学住校的这段时间 被超市不合理裁员的智秀 除了在酒店弹奏钢琴赚取微薄的工资外 就算还有大把空闲时间 也不敢外出跟要好的朋友出门逛街 因为只要一出去就会花钱 他非常心疼自己仅有的那点积蓄 儿子在学校考试获得第一名 他也只能带着自制手工饼干 参加贵族学校的妈妈下午茶话会 他不敢多说一句话 只能听着各个妈妈吹牛屁微笑地附和着 更加不敢透露自己无业又单身 因为他不想因为原生家庭的关系 而让儿子在贵族学校被人看不起 这就是繁华之下底层人物的贫苦和卑微 得知孩子的爸爸妈妈都是尖端知识分子 立马拍马屁请求智秀当学生家长的代表 但这群父太太怎会知道 参加完茶话会的智秀 便马不停蹄地赶往被无良企业裁员的示威现场 然而如此虚伪的两面人生就连智秀本身也感觉异常恶心 朋友劝告智秀不要再去参加示威活动 但善良的他实在放不下在为权益而奔走于风里雨里的姐姐们 尽管生活很苦很艰难 但智秀仍然乐观地面对这一切 因为有花一样美丽的那些瞬间让智秀得以坚持 然而现在的智秀却不知 那个曾经让他爱得无法自拔 为了人权带头搞示威的法学院高材生韩在贤 现在却变成既得利益者对付劳动者的挡箭牌 而二十年前因不明情况互相离开的两人 在二十年后却因为双方儿子打架 而再次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 当地位身份角色互换后 命运班即将相逢的两个人又将会如何发展呢 在贤率先赶到学校见到受伤的儿子 韩在贤深知儿子秉性 早猜到是儿子不对在贤 他不打算追究责任 但他也必须要见一见对方家长 可当智秀来到校长办公室开口说话的沙娜 韩在贤的内心再也无法平静下来 那熟悉的声音 那因紧张而产生的熟悉的手部动作 再看看那熟悉而又陌生的脸庞 看着曾经元气满满的附加千金 变成现在这般低着头 不敢正视别人的唯唯诺诺 韩在贤心如刀脚 他不敢想象这二十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面对如此尴尬的相遇局面 韩在贤也只能选择暂时逃避 因为他还没做好面对这个 让他愧疚了二十年的爱人的准备 而另一边的质秀在询问儿子动手打人的缘由时 儿子却始终不肯多说一句话 当天晚上天空中下起了洁白的雪花 坐在车里的韩在贤 看着雪地里独自行走穿着单薄的质秀 心里又不免再次泛起阵阵液 看着车里那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手卷 他发誓不会再让质秀从自己身边悄无声息地溜走 于是悄悄地跟了上去 两个人就这样一前一后在漫天雪地缓慢前行 直到到了车站 韩在贤才主动打破了这份不可多得的瓶颈 看着旁边熟悉的身影 质秀本打算感谢不追究儿子打人的恩情 可转头正眼瞧见男人脸旁的沙纳 质秀再也绷不住了 二十岁的相遇是青春盎然樱花盛开笑颜拂面 四十岁的相遇却已是大雪纷飞 满脸的遗憾与不舍 得知韩在贤这些年来一直怀着埋怨自己 不辞而别的心情寻找自己时 质秀却不敢正视对方 明明珍藏对方的手卷长达二十年 名声爱者却违心地说出早已忘却年轻时的故事 对韩在贤不追究儿子打人的恩情表示感谢后 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 但韩在贤不会因为质秀的冷漠而备受打击 反而因为和阔别二十年的初恋爱人的久别重逢而满心欢喜 热情地提出给他当向导 甚至生出捉弄于他的心思 如今末班车已过 这里又不比繁华的大都市 韩在贤让贤秀跟着自己的脚印往前走 而就在质秀抬起脚的瞬间 雪地里那深深的脚印又勾起了那段令他回味无穷的往事 那是二十年前的一个冬天 也是在荒无人烟的小道上 韩在贤也如现在这般傲娇让贤秀跟着脚印一步一步往前走 那时的他没有任何迟疑踩了上去 脸上挂满了幸福的笑容 可如今的他却不愿再追求韩在贤的脚步 只因为人生的再次相逢他变得如此的落魄 他想不顾一切却又觉得自己近乎一无所有 虽然质秀不愿再追随韩在贤的脚步 但可以确定的是 韩在贤和尹质秀依然相爱着 他们就这样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花样年华 但两人的再次相逢一切都变得小心翼翼 小心翼翼的关心 小心翼翼的问候 在前往车站的路上 韩在贤似乎有无穷无尽的问题需要得到解答 但质秀对于韩在贤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 询问别人家庭的隐私感到很不耐烦 因为他不想让韩在贤知道自己落魄的窘境 谁说不是呢 问出如此关系紧密深入交流的问题就已是最大的不尊重 保持同事学生家长的关系就是最好的选择 但韩在贤嘴上说着不问身体却很诚实 出于对质秀的关心 他回去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探质秀家里的情况 可在得知质秀三年前已经离婚 又是独自带着孩子 又没有正式工作到处打零工 他越加悔恨自己没有早点找到质秀 但韩在贤又哪里知道 尽管生活是如此落魄经常压的质秀差点喘不过气 他也不缺乏追求者 也可以向前夫妥协索要赡养费和养育费 但是他选择了独自承受 走自己的路 等一个人 可之后在和公友的闲聊中得知 韩在贤和集团会长独生女书经的浪漫爱情故事 看到杂志上大幅刊登两人的恩爱照片时 他那颗期待又有点躁动的心中就是慢慢安静了下来 他知道他和韩在贤再也找不到恋爱初期的那种甜蜜的感觉 可不知韩在贤为何入坠豪门的质秀又哪里知道 韩在贤对于处理儿子被打之事的大度 韩在贤妻子的介入 让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变得雪上加霜 为了儿子在学校打架一事 他不惜放下尊严给学生妈妈下跪 此时韩在贤让他站起来 自从上一次和韩在贤因处理儿子暴力问题在学校偶遇后 智秀那颗和初恋爱人久别重逢的心始终无法平静下来 二十年以后相遇还深爱着对方 本该有千言万语想要说给他听 可奈何双方皆已有家事 智秀也只能将心里的这份思念深深埋藏在心里 然而真正的感情是藏不住的 在和韩在贤的同班同学叙旧时 同学忍不住叹息就算当年如韩在贤那般的阳光帅气 却也抵不过岁月走过的痕迹 可对智秀来说就算韩在贤变得再老 依然改变不了韩在贤是他心中的白月光 然而智秀在同学面前说的这般轻松 却也不过是他的假装坚强 曾经不顾一切的追求 到最后被迫对韩在贤提出分手 那份爱而不得的遗憾又岂是那么容易忘 无人诉说的他也唯有来到父亲所在的疗养院 自说自话向痴呆父亲倾诉近段时间的苦楚 儿子在学校打架却始终不肯说出原因 前夫在儿子还不会走路时交往年轻小太妹 就算遇到如此不幸的婚姻 就算被无良企业不合理裁员 就算每天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 也不会让他感到心累 而最让他心累的是再次遇到埋藏在心底很久的那个人 他曾幻想过无数种与韩在贤重逢时的情景和对白 谁知再见时就是在自己最落魄的时候 往事回首仿佛就在昨天 如今时过境迁的久别重逢 一切再也回不到从前的模样 可人生又能有几个二十年 爱情不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对现在的智秀来说谋生比谋爱更加重要 然而生活并没有选择放过他 就在智秀收拾好心情准备开始新一天的第一份兼职时 突然收到同学妈妈要求见面的短信 因为儿子在学校打架一事受到所有同学家长的关注 家长要求智秀主动辞去学生家长代表的职位 而理由竟然是因为智秀无业又单身 他们认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智秀 与他们的身份很不匹配 因为儿子荣敏的成绩优秀 让智秀被推举为学生家长代表 如果不是为了儿子 智秀根本不会接受所谓的学生家长代表的称呼 尤其不喜欢和这些富有的家长们 在一起寒暄的过程 可既然自己为了儿子不被歧视 而觉得没有必要说出来的个人私事 被家长们认为是谎言和欺骗 那他也只好顺了他们的意思 眼不见为尽 有这时间他还不如多去做一份兼职 然而就在智秀准备开始今天的第一份兼职时 突然接到的一通电话 让他好不容易放下的心再次悬到半空中 他又不得不急急忙忙坐着列车赶往学校 原来就在一天前 张书京因为韩再贤 对处理儿子被打一失的大度十分生气 他认为自己的儿子平白无故被人打 而对方还能安然无恙地 在这所学校上学就是他的耻辱 于是他背着韩再贤来到学校 要求校长重启这起暴力事件的调查 虽然明面上是要求 但口气上却更像是在威胁 因为这所贵族学校的基础建设 大多数都是张书京这个财阀家族捐赠 所以即便是校长也只能看张书京的脸色形势 而就在智秀坐上列车的一个小时前 韩再贤也在家里对妻子的处理方式 再次表达出自己的不满 他认为这件事没有严重到要毁掉一个孩子的人生 然而韩再贤此言辞语 却又再次遭到张书京的讽刺 就这样三个人 一个坐着列车 一个开着轿车 一个开着跑车 先后赶往学校 为了能让眼前人原谅自己的儿子 智秀不惜下跪求饶 此时在贤却当着妻子的面拖起了他的手 看着韩再贤拉起跪在地上的智秀时 望向他那深情的眼神 甚至清楚地喊出对方的名字 张书京终于抑制不住儿子被打以来这段时间的怒火 质问韩再贤关于智秀的身份 而在韩再贤受益下将智秀请出办公室的校长 也在毫不留情指责智秀 在他看来就算是智秀儿子被欺负在先 打了金主的儿子就是他的不对 因为如果张书京的儿子因为这件事情转学 学校就拿不到他们捐赠的庞大资金 体育馆施工就得被迫停工 可他却不知韩再贤的再次出现 也就意味着这件事情再也翻不起乱花 面对揪着这种小事不放 非要毁掉一个孩子的人生的骄横跋扈的妻子 韩再贤终于不得不说出 藏在心里始终不愿提及的家庭丑事 就在韩再贤替岳父做了四年劳出狱的当天 朋友就向他提供了几张关于张书京和男模携手同行的画面 原来韩再贤和身为律师的朋友 这些年一直在暗中收集和调查 能够扳倒这个财阀家族的有关信息 能拍到这些照片也在情理之中 韩再贤始终不愿提及妻子在他坐牢时 经常背着他行不轨式的丑事 可如今也唯有说出来 以男模的职业生涯为要挟才能阻止妻子 妻子说这件事情应该没有严重到要毁掉一孩子的人生 曾几何时韩再贤也说过同样的话 两个人的心始终没有在一起的一对夫妻 在韩再贤出狱的几天后首次在明面上有了分歧 然而相比起带着满腔怒火开着跑车潇洒离去的妻子 韩再贤更加担心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 只能走路前往车站的尹志秀 他绅士地替志秀打开了车门 可要强的志秀根本没有给他机会 坚持独自一人行走 尽管是二十年前的初恋 志秀也不想因为自己的事情在承受韩再贤的恩惠 然而就在韩再贤离开的沙那 尴尬的一幕还是发生了 而在前面缓慢开车的韩再贤也在后视镜看到志秀的囧态 就这样一个开着车 一个一蹶一拐走在人行道上缓慢前行 几分钟后志秀也只能放下内心的倔强上了韩再贤的车 车上的志秀再次对韩再贤两次对处理儿子打架一事的宽容表示感谢 可相比于此韩再贤却更加关心志秀的感受 两次对人低声下气甚至不惜放下尊严下跪 他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然而对志秀来说这种事情就算做一百次一万次 他都可以接受 因为这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单亲妈妈 能让儿子不被学校开除的唯一方式 可在韩再贤说出儿子被宠上天的骄横跋扈 可能是郡叔欺负了荣敏才导致荣敏出手伤人时 志秀的心别体有多难受 他知道儿子是怕自己担心才不肯说 而自己却什么也做不了 那种心情唯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 到了首尔志秀再次拒绝了韩再贤要送自己回家的善心之举 因为离家里的距离比较短 韩再贤也不再坚持 但他还是从后备箱拿鞋给志秀临时穿 看着车上几双昂贵的鞋子 韩再贤最终拿出一双棉鞋 原来自从韩再贤在司机的调查下知道志秀已经离婚 且只能靠打零工赚钱养家时 韩再贤内心满满的都是对志秀的愧疚 总是在角落里默默关注着他 看到他在大冬天不仅没有戴手套 而且穿着的衣服也很单薄实 忍不住心疼起来 他不是没有想过给志秀物质条件上的帮助 可当他在奢侈品店选择女士手套时 突然接到司机的告知 在公司楼下看到示威队伍里的志秀 韩再贤这才知道志秀竟也是被自己公司不合理裁员的员工之一 从那时起韩再贤也没有给志秀送手套的时机 可让韩再贤忘乱没想到的是 张淑金因为交往小鲜肉的丑事被他发现而心存愧疚 想给他买套昂贵的西服 因为这是财阀家大小姐唯一知道的能讨好人的方式 却不料因为导购员一句多嘴的话 而让张淑金再次对志秀产生敌意 老公买了女士的手套而自己却没有收到 再回想起当时韩再贤对尹志秀的态度 他的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简单调查之下这才知道 志秀就是自己公司的下岗员工之一 一场女员间单方面吃醋而引发的战争即将展开 另一边 从小就了解妈妈的艰辛懂得生活不易的容忍 终究没能扛下近段时间被同学欺负的委屈 在妈妈的内心劝导下说出自己就算再怎么委屈 也不愿向妈妈吐露苦水的真正原因 越早懂事的孩子越让人心疼 然而这么懂事其实也意味着孩子害怕失去 此时此刻志秀在为拥有如此懂事的儿子感到欣慰的同时 也下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为了以后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孩子 他决定以后不再来横城企业门口参加下岗工人的示威活动 尽管为弱势人群争取权益而奔走于锋利语里是自己的理想 同时也是那个人的理想 可坚持了二十年的理想岂是说放弃就能放弃的 就在志秀和工友们辞别不久后 就收到来自初恋韩在贤有急事相伤的短信 此次并不是韩在贤单纯地想见阔别了二十年的初恋 而是想劝他放弃在总公司门口的示威活动 远离那些示威的下岗工人 因为岳父对他出狱这段时间对付示威下岗工人 采取的消极态度很不满意 岳父的态度很强势 要让他在一周内用法律手段将门口所有示威的下岗工人全部处置 他不希望志秀受到伤害 然而尽管志秀不久前已经决定不再参加示威活动 可从韩在贤的口中说出让他放弃他们两人共同的理想时 他的倔脾气也上来了 表示自己明明也是被不正当解雇的 韩在贤知道以志秀的脾气绝不会轻易向自己妥协 只好将他独自抚养儿子的事情搬了出来 希望他能为儿子考虑 不要因为意气之争而让自己再次陷入困境 志秀这才知道韩在贤一直在偷偷调查自己 这样的韩在贤让他感到十分陌生 而也正是因为韩在贤试图以儿子说服志秀放弃两人曾经的共同理想 让志秀想要继续参加示威活动的决心更加坚定 一勾不要 包含了志秀对韩在贤的种种失望和心寒 曾经的韩在贤没有谁的说服和强迫 只是像流水一样自然地参加了学生运动 那是在20年前的某一天 志秀从韩在贤同班同学得知他在贤民窟搞示威活动 秉持着喜欢的人在哪他就在哪的那颗心 他也跟了过去 可再来到贤民窟时他才发现 身上这身光鲜亮丽的装束与这里相比 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对于出身检察长千金的他来说 贤民窟里这些阴暗的小巷子里有着他从未关注过的景象 尽管身为检察长的父亲就是韩在贤他们所要对抗的那一类人 尽管韩在贤用眼神示意志秀赶紧离开 但他依然选择留下来 与韩在贤口中所说的弱势且从未赢过的一方并肩作战 如果说刚开始志秀的选择是因为喜欢上一个人的率性而为 可在与大家并肩作战之后 他开始感受到内心深处像是有什么地方被唤醒 回想起曾经志秀对韩在贤所说的话 原本他说学长的信念就是我的信念可能是爱无及无 可到这时这个信念已经慢慢地在他心中生了根 甚至在后来影响了他的整个人生 虽然自己从未赢过 但不会亏对自己的心 曾经备受瞩目的法学系校草及学霸韩在贤 是学弟们眼中致力于民主与解放的先去者 是为了人权带头搞示威活动的勇士 输的一方即是我方是他一直以来所坚持的信念 也是放置任何时代都十分可贵的品质 而也正因为韩在贤如此独特的魅力 吸引了身处黑暗人生中的尹志秀 刚开始时的尹志秀对韩在贤整天搞示威活动的行为很不理解 因为不仅不能认真学习 整天还会被人追被人打 可在两人的一次偶然并肩作战过后 志秀才明白生活在社会底层被上位者狠心压榨的穷苦人民 只有奋力抵抗才有生的希望 正如他的人生一般 身为检察长的千金却从不敢奢望过上千金该有的生活 因为志秀的爸爸在家里是绝对的独裁者 在他看来两个女儿都必须考上法学专业 像自己一样从事检察机关才算勉强及格 然而从小就崇尚自由的志秀 却忤逆了他的意思报考了钢琴专业 而这样的志秀自然成为了爸爸的眼中钉肉中刺 只要做了让他不满的事情 就会成为他的出气筒 长期处于家庭重压之下的志秀会喜欢上韩再贤并不奇怪 在他眼中韩再贤就是一切美好的化身 阳光帅气 学习成绩优秀又具有正义感 每次在他危难时都能及时出现在他身边 仿佛是他的超级英雄 遇到韩再贤之后志秀的人生像是看到了光明 受伤的心灵也得到了救赎 而在听到韩再贤认真的说出输的一方即是我方的信念时 他终于开始醒悟 与其在一个不受肯定的压抑的环境中生活 不如离开家庭按照自己的理想而活 即使后来他们分开了也一直守护着这个信念 即使有了前科生活窘迫 他也始终坚持站在输的一方 而最讽刺的是 在经历了二十年的岁月沧桑后 曾经立志要为公平热血斗争的少年 却背弃了两人共同的理想 变成了自己曾经所不耻的那一类人 甚至还劝道自己放弃那所谓的不切实际的理想 智秀怅然若失地注视着韩再贤 眼神里充满了对他的失望 韩再贤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当年站在失败者一方的豪言壮语 这么多年过去在他本人快要忘却的时候 智秀居然只字不差地牢牢地记着 依然做着自己良心所承认的事情 而他却活成了与当初相反的模样 这让韩再贤感到非常惭愧 然而面对始终都要到来的一天 韩再贤却做出了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决定 按他原本的计划 和下岗工人协商只是形式上的走流程作秀 攒协商履历 开始30分钟后就会立即投入紧力镇压 以非法劳动争议非法占用设施等罪名将他们全部处置 而如今因为顾及到尹智秀 且不想摧毁他一直以来所坚守的信念 他连30分钟后的紧力镇压都要取消 正如当年的韩再贤虽然外表冷酷 但是面对热情执着的智秀时 他那颗冰冷的心还是一点点的被融化 在智秀主动追求的两年后主动提出要和他交往 然而就在时间来到和下岗工人协商的那一天 事情的发展却超出了韩再贤的控制和能力之外 智秀如往常一样正准备给工友们送水 然而不远处呼啸而来的长名声却吸引了他的注意 看到满载大批警员的大巴及池驶向示威现场 看到从大巴上如潮水般蜂拥而来 看到站在对面的韩再贤 他明白了一切 所以说那天说好的要协商也是韩再贤欺压穷苦人民的剂量 他觉得自己输了 这么多年他一直在争取权益四处奔波 因此他一鸣不闻生活拮据 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灰头土脸地继续着这份信念 即便此时的他可以躲过一劫 可还是放下手中的矿泉水依然决然地跑上前去 与工友们一起并肩作战 看着人群里被警察无情镇压的智秀 韩再贤心如刀脚 二十多年前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冲上去保护智秀 但现在的身份却让他不能再有这样的想法 只能用力地握紧拳头深深埋藏心中滔天的怒火 尽管自己已经亲口取消了镇压 但终究还是败给了现实 他和尹志秀都还有理想 但追求理想和背叛理想一样在权力和金钱面前一文不值 事后韩再贤找到了志秀 看着韩再贤眼里流露出焦急和关切的目光 志秀再次对韩再贤屡次帮助不求回报的付出表示感谢 自从两人阔别了二十年的重逢后 志秀就没少过韩再贤的帮助 从上次处理两人儿子打架事件的宽容 再到这次的强势镇压示威下岗工人转变为取消裁员计划 部分员工可以申请复职 虽不知各种原因 但他知道其中定有韩再贤的主导因素 他很感谢韩再贤的帮助 但面对韩再贤要开后门让自己进入企业管理层的满心行进 这种有人以上恋人未满的关切让他感到十分不自在 他希望两人不要再因个人私事而私下往来 因为自从与韩再贤重逢后的每一天 总会让他想起当年两人在一起的那些美好又甜蜜的时光 可现在的他生活是如此的落魄 根本没有资格也没有时间去怀旧 更为重要的是韩再贤背弃了两人当初共同拥有的理想 他们再也无法回到二十年前 因为一条手绢成为双方相见的理由的关系 尽管当年的那段爱情是多么美好 智秀也希望不要再因那段没有结果的爱情而千千万万 影响到两人前进的脚步 然而喜欢一个人长达二十年又岂是说放弃就能放弃的 当年智秀的不辞而别如同一块千斤巨石 压在韩再贤的心口喘不过气 可就算韩再贤如何迫切地想知道答案 智秀回应他的始终只有这句话 相比你的痛苦 我的痛苦只会翻倍而不会减半 因为还要目睹心爱的人痛苦的样子 但现在的智秀却不知 在两人重逢后 韩再贤已经在慢慢地变回从前那个不畏强权的少年 从前在岳父面前像条哈巴狗一样摇尾起怜的韩再贤 为了守护他一直以来所坚守的信念 在他在警局被警察盘问的那天 第一次用强硬的语气和猙獰的表情表达出对岳父的不满 甚至于为了让岳父妥协 心甘情愿再当岳父的替罪羊 韩再贤就这样再次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而与此同时的智秀却也正在遭受时而痴呆时而清醒的父亲的折磨 从两人的对话不难看出 智秀的妈妈和妹妹可能在早年间因事故而离去 而这可能也与智秀对韩再贤的不辞而别有直接关系 他们这对有情人先后经历了这么多的考验和磨难 注定会有情人终成眷属 但你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 这两个如今生活在不同世界的初恋 二十年前被斩断了的缘分 会在智秀的儿子和韩再贤妻子的神助攻下再次衔接起来 另一边 率先一步赶到学校准备接儿子回家的韩再贤 意外撞见因患众感冒晕倒的智秀的儿子荣敏 本着负责任的态度 韩再贤急忙将他送往医院 并让司机先将儿子送回家 而他自己则留下来照顾荣敏 而另一边的韩再贤在等待许久之后 终于等来了一个他想见许久的人 他就是智秀的前夫李士勋 面对一个将晕倒的儿子送往医院的好心陌生男人 李士勋的第一句就是询问别人是谁而不是感谢 韩再贤实在不想跟一个在孩子还未学会走路时 交往年轻小太妹的渣男有过多交流 简单交代了医生主妇的注意事项立马转身离开 而转身离开的刹那脱口而出的三个字 就是韩再贤对李士勋最重肯的评价 狗东西 而智秀也正在赶来医院的列车上 此时此刻智秀心中满满的都是自责与担心 因为他知道不管是不是自己的疏忽 才导致儿子生病晕倒 前夫都会想尽办法夺回儿子抚养权 等他赶到医院时前夫的反应果真不出他的意料之外 然而紧接着走进来的一个女人 就狠狠地抽了智秀一个耳光 这就是韩国的婆媳关系吗 智秀如此屈辱的一幕 正好被后面的韩再贤尽收眼底 原本正在等待列车的韩再贤碰巧 看到智秀交集赶往医院的身影 一边是担心和牵挂出恋爱人的迫切心情 一边是回家的列车静在眼前 韩再贤最终听从内心深处最原始的声音 悄悄跟了上去 看到智秀受此屈辱 他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可如今的他尽管在如何不舍和心疼 却也管不了别人的家事 生活一直都是制造委屈的高手 而智秀就是委屈的集合体 韩再贤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回家的路上 在身后默默注视着他 从回家的列车上到公交车上 倒叫了出租车默默跟在后面 直到看到智秀家里的灯亮起 因为韩再贤知道智秀的性格 在他最委屈的时候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只需安静地陪着才是对他最好的守护 然而现在的韩再贤却不知 正是因为他对智秀和智秀儿子的过分关心 坚定了妻子张书京想要报复智秀的决心 接着他当面警告智秀把爱情荡儿戏 完高兴了就把韩再贤丢弃掉 别逼自己暴露泼妇本性 甚至于在威胁完韩再贤的初恋过后 就跑到韩再贤这边装模作样 极力表现出自己才是婚姻里最可怜的一方 希望韩再贤抱着对自己的愧疚 来参加公司的新品发布会 此时此刻正在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智秀 正被酒店经理告知 有个超级VIP客户指定游戴面具的人 也就是他在酒店贵宾厅弹奏钢琴 智秀虽然觉得有点奇怪 但急于赚钱养家的他没理由不接 况且酬劳还是平时的两倍 而客户对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要穿上这件高贵的白色礼服 可等他如约来到发布会现场 看到所谓的超级VIP客户是谁时 他才感到莫名的震惊 因为他就是初恋韩再贤的妻子张淑金 然而智秀却不知道这并不是巧合 因为就在昨天 他命令秘书在酒店贵宾厅给智秀使伴子 让他当众丢尽脸面 显然这是张淑金有意为之 而接下来张淑金的种种行为 智秀这才知道这是张淑金刻意为他准备的有预谋的大型羞辱 现场只见张淑金站在智秀面前拨通韩再贤的电话 故意放大声量一口一个亲爱的叫 让他赶紧来派对现场 挂断电话后眼神示意旁边的秘书将红酒放在钢琴上 结果就被一杯红酒泼了个透心凉 此时此刻贵宾厅内所有人的目光都被智秀如此干大的一目所吸引 而姗姗来迟的韩再贤正巧也目睹了智秀如此屈辱的一刻 虽然不知道事情发生的前因后果 可在他转头看到妻子得意洋洋的表情时 韩再贤知道这件事肯定跟他脱不了关系 然而在今天如此重要的场合 韩再贤却再也不能像那天在学校那般 毫不犹豫地拉起跪在地上的智秀 在妻子面前维护他的尊严 而韩再贤之所以知道眼前戴着白色面具的女人是他的初恋 只因两人处理儿子暴力问题从学校回来的当天晚上 韩再贤又在酒店大厅内听到那首熟悉而又陌生的旋律 他仔细打量了戴着面具弹奏钢琴的黑衣女子 如今一个世纪难题又摆在韩再贤的眼前 一个是任性的妻子张淑金 一个是二十年前的初恋尹志秀 他又会做何选择呢 此时志秀听着张淑金言语间的句句比试 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志秀的思绪却回到了二十年前的某一天 那晚的志秀同样也穿着白色礼服 刚刚开完演奏会的他 被手捧鲜花祝福的闺蜜问及父母 为什么没来参加她的人生第一次演奏会时 志秀回答妹妹快要高考了 可直到姗姗来迟的韩再贤也问及相同的缘由时 志秀却说出以后再也不想见他们的荒唐话 不知缘由的韩再贤以为志秀是在耍大小姐脾气 可直到他挽起袖子露出瘀青的手臂时 韩再贤这才知道女友到底受了多大的委屈 想起不久前因参加示威活动被抓进警局的志秀 被检察长父亲狠狠地抽了一个耳光 看着亲爱的女友被如此无理地对待 韩再贤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可那是无权无视的她却什么也做不了 唯一能做的就是告诉志秀一个道理 一个人生而平等的道理 志秀满眼泪花抬着头看着再贤的眼睛 此时此刻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 因为她从未如此深刻地感受到被人疼爱的滋味 尽管和韩再贤已经分开二十年 但她仍牢牢地记住韩再贤对她说过的话 然而面对现如今和二十年前相同的情景 志秀又会做何选择呢 我想她接下来的举动已经给出了答案 她摘下你面具表示不再演奏 这种用钱堆砌的肤浅剧会配不上我高级的演奏 甚至于在快要离开的时候 再次表现出尽管穷人再穷 心也不会穷地幸免 然而没有谁可以总是这样坚强地活着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酸和说不出的苦味 来到空旷寂寥的宴会大厅 看着被高跟鞋磨破的脚后跟 再回想起这些年来在痴呆父亲身边所受的压力 志秀委屈的泪水就情不自禁地夺框而出 此时此刻如果眼泪可以承载悲伤 我宁愿她能泛滥成海 而多次目睹志秀那屈辱的一幕幕 且追赶到此的韩再贤 多么华丽的辞早都无法表达她对志秀的愧疚 看着她那憔悴的面容 看着她那双被生活磨得满是伤痕的双脚 韩再贤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脱掉自己的皮鞋给志秀穿上 唯一能说的也唯有抱歉这两个字 此时此刻的志秀可能已经快到崩溃的边缘 她承受内心万般无奈的煎熬 向韩再贤诉说着自己活着的感受 为什么一家人能清醒地活着只能是她自己 就算她活着也绝对不能幸福 因为她要偿还对妈妈和妹妹的罪和债 回想起当年两人相遇时的情景 在慌乱的人群里 那时青春靓丽的志秀遇到阳光帅气的韩再贤 无意中被卷入示威人群和当局的冲突的慌乱不堪 并没有让志秀在喜欢的人面前感到十分焦躁 反而韩再贤替她包扎伤口的暖心举动 成为了她青春里不可或缺的荷尔蒙催化剂 从那时起志秀眼中就只有韩再贤一个人 也许那时从未与人交心的志秀 接触异性产生的心计还只是吊桥效应 但后来在海边的热情拥吻 就是心意相通后的最终确定 韩再贤为了保护尹志秀 可以毫不犹豫地用身体挡住迎面而来的一记闷鬼 尹志秀为了融入韩再贤的生活 在寒冷的冰天雪地里 在韩再贤的家楼下足足站了一个晚上 只为告诉韩再贤自己要站在他站的那一方 为弱势人群争取权益的那一方 因为站在输的一方肯定会很孤单 他不想让韩再贤感到孤单 然而就是这样一份看起来无懈可击的爱情 最终却离不开天下有情人终将分手的魔鬼定律 甚至于到了二十年后的今天 韩再贤仍不知道志秀跟他分手的真正原因 然而尽管大多数感情最终都夭折在天长地久的路上 但韩再贤想要守护志秀的决心从未改变 在志秀不告而别的这些年里 韩再贤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寻找志秀 尽管好友告诉韩再贤志秀不是一个好欺负的角色 看起来是清纯可人形 但实际上却是个穿着彩脚裤到处参加学生运动的黑寡妇 让他不要过分担心志秀 甚至于在得知二十年前的同班同学因病离世 再三告诫韩再贤到了一定的年纪一定要好好体检 因为这是他们余生唯一的成绩单 一眼就能看出对方活得怎么样 但韩再贤却认为这所谓的成绩一点都不可怕 他在同情同学悲惨遭遇的同时也很害怕 害怕和志秀奇迹般的重逢会是一张可怕的一招 可直到两人因处理儿子暴力问题在学校意外重逢后 韩再贤这才知道 奇迹般的重逢尽管不是可怕的一招 但他的生活却也好不到哪里去 一个检察长家的千金大小姐成为每天虚做三份兼职的单亲妈妈 他很难想象志秀这些年到底受了多大的委屈 而就在这天之后 韩再贤总会找出各种接触和帮助志秀的理由 下雨天在志秀弹奏钢琴的酒店门口及时送散 看到志秀买菜而散落一地东西时的那种心酸和无助时 他知道不该让志秀知道自己正目睹着他这艰辛不易的一幕 于是叫司机赶紧出现 以路人的身份帮助志秀捡起掉落在地的东西 也许二十年后的初恋再次相遇可以是朋友 还可以互相问候 只是想要寻回当年的那种温柔却也是难上加难 因为再也找不到互相拥抱的理由 然而上天好似在眷顾这对爱而不得的初恋 二十年后相遇还深爱着对方处境又如此甘大的两人 却因为韩再贤妻子张淑金的多次为难尹志秀的无理取闹 让韩再贤想要守护志秀的决心越演越烈 不久前志秀曾对韩再贤说过 即使爱着也希望韩再贤能把他放在回忆里 但韩再贤却始终做不到看着心爱之人受苦还对他置之不理 这段时间他一直在思考到底是为了什么 而真正的答案就在他们的过去 对我而言学长就是信念和全世界 当时的韩再贤并没有认真思考这句话的含义 时至今日韩再贤终于明白 无论是二十年前两人在海边嬉戏打闹的那一天 还是二十年后重逢的今天 志秀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梦想 曾经的韩再贤背弃了自己年轻的理想 如今两个人的再次重逢 让他对自己的梦想有了重拾的冲动和勇气 听着始终都无法忘怀的男人对着自己说着最动情的话 志秀那一颗原本斑驳不堪即将破碎的心终于再次慢慢愈合 他以为自己再也没有爱的勇气 有温柔善良的男人向你表白呢 韩再贤说过自己是他的梦 而梦醒了就会结束 志秀只把海边的热情拥吻当成是两人重逢后的一次意外 因为两人都已有各自的家庭 就算是初恋爱人也不能把不正当关系正常化 然而志秀却也是误会了韩再贤 曾经的初恋在自己心里永远是美好的 所以说时至今日依然惦记着初恋的想法是有一些浪漫 但是韩再贤绝对没有任何龌龊的想法 他想要守护志秀不让他受伤 只是圆自己有生之年的一个愿望 仅此而已 然而在此事件过后 韩再贤的行为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嘴上说不要 身体却很诚实的含义 明明说过只是想守护尹志秀 明明只是一天未见 却半夜驱车来到他家楼下 只为跟他说一句我想你了 也许你会说渣男的嘴骗人的鬼 但若是知道韩再贤妻子和岳父两人的迷惑行为 就能理解为何韩再贤的心会慢慢地从这个家庭转移出去 就在韩再贤送完影之秀行驶在回城的途中 就被公司财务告知 公司的法人卡每隔几分钟就有几百万的刷卡记录 而刷卡人正是韩再贤的妻子张淑金 可就在几分钟前他还在和小鲜肉在一起 韩再贤深知妻子不是一个没有教养有钱任性的女人 他之所以变成现在这副得理不饶人无理争三分的泼妇 可能就源于自己多次在他面前维护另一个女人的尊严 记得两人曾经有一段对话 从两人的关系来说 最优选择是利益最大化 最佳选择则是最终做的选择 然而好的选择并不代表好的结果 张淑金一直想走进韩再贤的心里 但是韩再贤却从来没有对他敞开过心扉 因为他始终忘不了二十年前的初恋影之秀 所以韩再贤并没有怪罪妻子在酒店喝得鸣顶大醉 蛮横不讲理的行为 可当张淑金说出他的酒后真言后 韩再贤不禁脸色微变 妻子这么做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韩再贤并不想知道 因为自从那天张淑金主动坦白交往南模时 他对张淑金早已没有感情可言 可是他知道自己对质秀的这份心意 并非只是结门散心那么简单 他是从内心出发真心的想要守护影质秀 在妻子张淑金这里 他是个不称职的丈夫 而在岳父这里 他却连条狗都不如 前一秒以公司社长的身份 让韩再贤做好顶替他非法做借名账户的罪名的准备 下一秒就以父亲的身份警告韩再贤 如果敢对自己女儿不好 就会将他赶出去 然而老奸巨华的岳父又怎么看不出韩再贤的野心 自从他出狱后的这段时间 多次秘密会见身处要职的官员 他知道韩再贤已经不像四年前那样容易控制 于是只好派人全天候跟踪 可殊不知这对财阀妇女的种种迷惑行为 将原本可以站在同一战线的盟友间亲人 慢慢地推到了对立面 这天正行驶在路上的韩再贤发现被岳父派人跟踪 可此时的他要做的事情却不是如何甩开跟踪车辆 而是询问司机你是不是说过喜欢看电影 不得不说财阀家拐弯抹角的本事真是一流 明明是自己想要看的电影 却成为了司机不得不感谢自己的理由 因为就在刚刚 他看到了路边上一张硕大的电影海报 那是他和志秀年轻时都看过的 由哥哥张国荣主演的电影《阿飞正传》 然而不巧的是尹志秀也正坐在前排的座位观看着这部电影 此情此景象及了二十年前的他们 电影刚放映 志秀就被刚参加完示威活动的韩再贤身上那股浓浓的汽油味呛到 听到喷嚏声就知道那人是尹志秀的韩再贤 并没有和他坐在一起看完这部电影 而是直到电影结束才叫做刚想拿胯包当散用的志秀 看到男友意外出现在身边的志秀 忍不住跟韩再贤分享看完这部电影的感受 有些观众看完《阿飞正传》这部电影感觉很一般 因为这不是润发哥拿着枪到处突突突的英雄本色的类型 可他看完电影后却早已满脸泪花 他多么希望哥哥能一直演下去 而韩再贤也拥有跟志秀相同的想法 也许这就是价值观相同的人总能互相吸引的典型例子 也就是在这一天雨夜 尹志秀在公用电话亭里向韩再贤的同学们公布了两人的恋情 这激动的下雨天想多浪漫就有多浪漫 时间回到现在 看完电影后刚挂断妻子电话的韩再贤转头的沙纳 正巧看见从电影院门口走出来的尹志秀 他想和志秀打招呼 却又不想让志秀卷入和财阀岳父的对抗中 只好用短信来和他沟通 也许这就是爱情最真实的样子 韩再贤再见到尹志秀时才会冰山融化喜笑颜开 尹志秀在看到韩再贤时才会满脸紧张羞涩 净显小女人姿态 时过近天的久别重逢虽然不再轰轰烈烈 但相同的人和是在过去二十年后重复上演 依旧是如此的真挚感人 然而重逢后的两人尽管仍然相爱着 却也不是那种想见就毫无理由付出行动的关系 看着志秀曾经写给自己的分手信 韩再贤忍不住泛起泪花 此时的他想再次见到志秀的想法越演越烈 哪怕只是看一眼也好 说句话也罢 而他也必须要找个可以去见他的任何理由 那是志秀第一次和韩再贤一起弹吉他迷上吉他的时候 他表示会买一把送给志秀 于是现在的志秀就收到再贤相约见面的短信 一时间让他心愿意马 原本和让自己心动的男人相见应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可在衣架上翻翻找找看这几件光鲜亮丽的衣服 又经过片刻思索后 志秀终究还是穿上了这件每天都穿在身上 不算华丽花哨却可以起到郁寒作用的风衣 也许他只是不想因穿上平时很少穿的衣服暴露自己被约见的心情 但真正喜欢你的人怎么会在意你穿什么样的衣服呢 可韩再贤今天却不是为了夸他的衣服好看而来 年轻时候的志秀喜欢上韩再贤 一条手绢就可以成为想见韩再贤的借口 而二十年后的今天 一个当年不经意间的承诺也成为韩再贤半夜想见尹志秀的理由 尽管韩再贤知道已如今两人的关系志秀不一定会收 但志秀是收也好不收也罢 都没有关系 因为这就是韩再贤想见志秀的理由 听着深爱着的男人对自己说出最撩人的情话 尹志秀心里不禁小路乱撞 这又何尝不是自己想说给韩再贤听的话呢 然而正处于情感爆发期的他们却不知 不远处的车内正有一双眼睛恶狠狠地盯着两人 原来自从那天儿子在学校晕倒后 志秀就被前夫扣上照顾儿子不周的帽子 不管他在前夫面前表现出独自抚养孩子的决心有多大 可在恶毒婆婆出现的那时期 志秀再也没有勇气说出刚才的那番话 儿子就在这响亮的巴掌声中被前夫带回家中 没有做好荣敏的健康管理确实是志秀的不对 而志秀以为让荣敏暂时住在前夫家中已是自己最大的让步 但他却不知道自己的忽视差点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因为荣敏不只是身体健康出现问题 就连心里也逐渐扭曲产生想要自寻短见的极端想法 把儿子接回家的李世勋无意中发现儿子可能面临校园暴力委员会 情绪低落时写给志秀的绝笔信 李世勋怎么也没想到 天天喊着要儿子抚养权的志秀带的儿子竟然有自杀的想法 儿子解释是因为学习太累才写下绝笔信 但李世勋怎么会相信这种荒唐话 他早就猜到让儿子有极端想法的缘由无疑就是校园暴力问题 在李世勋的逼问下 荣敏才说出在学校和同学打架的前因后果 尽管荣敏极力解释自己才是施暴者 因为他不想让孤苦无疑的妈妈再被爸爸责怪 然而一心想夺回儿子抚养权的李世勋根本就不管这些 儿子在学校受辞等委屈且产生自杀的念头 而志秀却不自知 他必须要去找志秀问个明白 可等他驱车来到尹志秀楼下 却意外目睹了尹志秀和韩再贤面对面安静交谈的一幕 他赶紧拿出手机查询关于韩再贤的一切信息 因为在他印象当中 这个人正是那天送儿子去医院的那个男人 可在网上看到韩再贤恒城集团副社长的身份时 不禁让他感到了莫名的危机感 想起了和妈妈的对话 第二天志秀就与李世勋见了面 在李世勋看来 乖巧如新婚小媳妇的儿子会向同学人客桌其中定有隐情 而身为监护人的志秀却没有探究其中缘由选择稀释宁缘 全都是因为对方是初恋韩再贤的儿子 已经打算重新开始另一段婚姻的他没有资格再抚养儿子 志秀原本约见李世勋的目的 是想指责他利用儿子学校打架的事 当作夺回儿子抚养权筹码的无耻 因为昨晚在和韩再贤分开后 志秀就被儿子告知李世勋已经知道他在学校打架的事情 而当时的第一时间他就打电话警告李世勋 别想利用这件事在儿子的抚养权上大作文章 当时他的答案是没打算用这件事来夺回儿子 而现在却转换嘴脸给他下发夺回儿子抚养权的起诉状 他觉得这样的男人很无耻 可在李世勋拿出昨晚他和韩再贤见面的照片后 一时间志秀竟不知该做何回答 尽管和初恋韩再贤只是一次普通的见面 可他并不否认自己仍然还爱着韩再贤 但又是谁规定的再婚或谈恋爱就不能带孩子 然而志秀不知道的是 李世勋最终的目的并不仅仅只是要回儿子抚养权那么简单 他和韩再贤妻子张淑金的对话暴露了他的真实想法 昨天晚上李世勋之所以说出和今天所作之是截然相反的话 只是在安抚尹志秀 因为正在跟踪韩再贤的他没有时间和他多费口舌 发现韩再贤和志秀分开后竟然来到一处隐蔽住所更换装束和车辆 如此大费周章才敢去见初恋尹志秀 可想而知派人跟踪韩再贤的人就是他的妻子张淑金 身为律师李世勋深知单凭一张普通见面的照片难以要回儿子抚养权 可在网上无意间看到韩再贤因涉嫌经济犯罪 正在接受博会调查后 他终于开始执行无良律师常用的手段 那就是威胁 既然尹志秀还爱着韩再贤 要想让他妥协 就只有找出对韩再贤不利的证据 而这个证据就是韩再贤的行车记录仪内存卡 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于是就出现了李世勋和张淑金的对话 虽然张淑金时常交往英俊男模特 但他对韩再贤的感情是无庸置疑的 原本在收到李世勋发来韩再贤和尹志秀见面的照片 要求见面的短信时 张淑金是不予理会的 可又有哪个女人能真正容忍老公背着自己偷偷约见初恋的 拿到行车记录仪内存卡的李世勋气焰更加嚣张 昨天还只是让尹志秀做好诉讼准备 而今天却当面劝尹志秀放弃抚养权诉讼 只因为行车记录仪内存卡 记录了他和韩再贤在海边邂逅的唯美一幕 原本他只当那是一次分为到位后的情不自禁 只当那是一场梦 却没想到这段被行车记录仪记录下来的暧昧视频 成为了前夫威胁他放弃儿子抚养权的把柄 诚如李世勋所言 这段婚内和第三者的暧昧视频一旦被公开 原本就涉嫌经济犯罪 正在接受检方调查的韩再贤将会因此遭受万人唾弃而身败名裂 志秀又何尝不明白这段视频会对韩再贤造成多大的伤害 然而聪明如志秀也早就看透李世勋的动机 当年的李世勋在儿子还为满月式交往年轻小太妹 事后又在法庭上毫不犹豫地签字放弃儿子抚养权 事到如今却想方设法地想要夺回去 如果当真有想守护儿子的决心 就应该以出轨和无能力抚养为由对志秀提起诉讼 明明知道是百分百胜诉 可相比起儿子抚养权 李世勋却更加倾向于置韩再贤于死地 所以说以韩再贤的前途威胁他放弃儿子抚养权是假 要和他复婚才是真 当年李世勋之所以会毫不犹豫地放弃儿子抚养权 是因为他知道志秀的经济条件和处境 他以为不给志秀一分钱 操蛋的生活会逼得志秀回头向他求饶 但却没想到即便每天只能靠打零工艰难度日 志秀还是当年那个倔强到极致绝不认输的志秀 后来发现自己还爱着志秀才不得不想办法 哪怕是用卑鄙的手段 也要一家人重新生活在一起 然而李世勋此举就算能得到尹志秀的人 却得不到他的心 二十年前志秀爸爸也给过他这样一个选择题 他威胁女儿会让再贤耗在监狱几年 那是在志秀人生第一次举办 钢琴独奏音乐会的一个夜晚 志秀对韩再贤说他不想再回到那个令人窒息的家里 他想要反抗 因为只要有件事做得不好 爸爸对他不是打就是骂 但身为女儿怎么可能一辈子都不见自己的爸爸 韩再贤不希望志秀在外面受苦 同时也不希望他在家里受苦 于是鼓起勇气来到志秀家里 第一次以志秀男友的身份跪在志秀爸爸面前替他求情 说是求情倒不如说是质问 也正是因为这次的相见 让志秀爸爸彻底盯上了韩再贤 而经过秘密的背景调查 才发现韩再贤是学生示威运动的领头羊 其父亲更是强硬工会成员之一 尽管韩再贤学习成绩优秀 但学生运动反对的就是他这一类人 他绝不允许自己的女儿和这样的男人交往 于是开始下达对韩再贤的通缉令 被逼无奈的韩再贤也只好先暂时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可他也不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 至少要告诉志秀自己的动向 他不想让志秀担心 谎称要去外地进行研修准备参加司法考试 单纯善良的志秀却信以为真 也许这就是爱情最美的样子吧 尽管韩再贤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朋友们 不要告诉志秀自己被通缉的事 可铁杆好友东静实在看不得他年纪轻轻 就过上东躲西藏的日子 只好将他被通缉可能是志秀爸爸一手造成的告诉志秀 志秀原本也不相信 可在回想起那天意外听见爸爸和警察局长的对话时 他难掩对父亲公权私用的比喻 和对男友被无辜通缉的担忧 志秀知道韩再贤被通缉肯定与自己有关 他询问爸爸自己需要怎么做才能取消对韩再贤的通缉 当时志秀爸爸给他讲了关于机会与成本的一句话 而这句话正是今天志秀要对前夫李世勋说的话 如果选择一个就要放弃另一个 要么做你最想做的事 要么避开你最害怕的事 此时志秀打算选择躲避最害怕的事 他最害怕的就是那个人因为自己受伤 晚上 以初恋爱人的前途被前夫威胁和他复婚的尹志秀 看着电视上这部名为不设限通缉的电影早已泣不成声 此情此景不禁让他回想起二十年前一个令他无比绝望的夜晚 那天晚上的志秀也跟现在一样 也是在一阵撕心裂肺的痛哭中做出和韩再贤分手的决定 二十年前的韩再贤因经常组织参加学生示威运动 被志秀爸爸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对他发起全程通缉 无奈之下的韩再贤只好将偏远山区的寺庙 当成自己人生的下一个落脚点 不过有句话说得好 穷在闹是无人问 父在深山有远亲 明明同是学生示威运动的参与者 可在得知韩再贤被通缉的那时起大部分同学却都避而远之 期间也只有两个要好的同学过来看望他的近况 然而相比起同学们的冷漠 他却更加思念可爱到爆地初恋 尽管外面大多数都是想方设法要抓捕他的警察 可为了和志秀通上一通电话 他也不惜走上几公里来到山口处的电话亭打电话给志秀 他想听一听志秀的声音来缓解自己的思念之痛 可这次他注定要失望了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是味道伤心处 接下来发生的这件事正好完美地诠释了这句话 学长以后走你的路吧 直到学长两个字的响起 韩再贤这才猛地惊起 固定的电台频道听到如此切合自身处境的话 韩再贤这才明白这是志秀想说给自己听的话 因为这个收音机正是韩再贤向志秀告别时 志秀害怕他在没有电脑和电视的偏远山区无聊送给他的 可他却没想到 这个收音机却成为志秀向他提出分手的传话筒 一转头再贤找到了志秀 他关切地询问为何甘愿放弃儿子抚养全时 志秀假装若无其事地说出要和前夫复婚的决定 甚至于再贤还未开口识便 给予为两人二十年前的感情画上句号 此情此景不禁让韩再贤回忆起二十年前的一个夜晚 那天晚上正在被警察通缉的他 也是刚刚赶到和志秀相约见面的地方 还未开口志秀便对他提出分手的决定 那时的韩再贤面对志秀无情的分手决定 尽管心中万般难受和不舍 却也无可奈何然 而今时不同往日 二十年后的韩再贤虽然因涉嫌经济犯罪正在接受检方调查 有可能再次面临牢狱之灾的风险 可此时的他早已做足万全准备确保自万无一事 面对志秀一场冷静地提出要和自己分手的决定后 韩再贤一改当年手足无措的慌张 他告诉志秀自己想要守护他的决心 并非来源于过去的愧疚和遗憾 而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想法 正如二十年前一样 为了韩再贤 志秀可以用他柔弱的肩膀替韩再贤扛起一片没有风雨的天空 哪怕自己要遭受任何苦难也在所不辞 那年被检方通缉躲在偏远山区寺庙的韩再贤 在情敌的举报下被检方带到检察厅审问 尽管当时的他为自己进行了积极抗辩 可在公权力腐败盛行的年代 他的抗辩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 甚至于当时时任首尔中央检察总长的志秀爸爸 韩再贤再敢和志秀见面 不介意让他美好的青春在监狱里度过 然而直到志秀爸爸说出这句话 韩再贤这才知道志秀为何会向自己提出分手 志秀和你父母甘愿为你赴汤蹈火 而你在做些什么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无论你有多么坚强 总有人是你的致命伤 而父母和志秀就是让坚强且冷静的韩再贤 能瞬间卸下武装变成乖乖牌的致命弱点 然而韩再贤又何尝不是志秀的致命弱点 现如今志秀为了守护韩再贤再次做出和当年相同的选择 不过幸运的是韩再贤在志秀和前夫复婚前 已经知晓他为何会做出此种跳入火坑的决定 当时韩再贤在去检察厅接受检方的盘问前 就受到20年前的同学勇语的指责 指责他不该去找志秀 因为他的出现让志秀痴上被前夫李世勋提出抚养权返还诉讼的官司 而从检察院走出来的那一刻 他就迫不及待地让同样身为律师的铁储好友东京 帮助志秀打赢这场官司 可不巧的是当时的志秀已经决定撤诉 作为局外人东京深知不该顾问别人撤诉的理由 可韩再贤想要守护志秀的那份信念 逼得他不得不当面询问志秀 这才知道志秀打算和前夫复婚的消息 而志秀的理由则是儿子这个年龄需要父亲 看着志秀逐渐远去的背影 韩再贤心中久久不能释怀 他不会相信志秀打算复婚是为了守护儿子的荒唐话 他和前夫李世勋离婚不正是因为儿子吗 可就算韩再贤如何绞尽脑汁 也搞不明白志秀为何会做出此等不切实际的选择 直到司机跟踪李世勋发现妻子张淑金和他见过面 而后带着行车记录仪的出现 韩再贤这才解开志秀打算和前夫复婚的遗团 看到张淑金在车前慌张的神色 以及内存卡上两人在海边邂逅的视频后 韩再贤这才知道自己在不知不觉间 成为了李世勋威胁志秀复婚的人质 而如今既然知道志秀为何会做出这个选择 他自然会亲自出面纠正这一切 尽管纠正这一切的代价 是让自己再次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于是他让李世勋去公开视频吧 自己已经无所谓了 而此时发生的一切都被同为律师的永宇听到 原来永宇暗恋了志秀长达二十年 明明知道他和前夫已经离婚 却仍不敢越雷迟一步 面对不认识暗恋对象的陌生人的询问 他的脸上可以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诉说着自己的心里话 可当暗恋对象真正出现在跟前和他单独相处时 他却只能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感情隐藏起来 然后转移话题 永宇又何尝没有对志秀透露过自己的心意 只是在别人看来像是间接地表白 可在志秀看来却更像是吐槽 永宇知道志秀心里一直惦记着初恋爱人韩再贤 不曾有过一丝动摇 尽管现在的韩再贤被弃自己年轻的理想 成为既得利益者对付劳动者的工具 被世人所唾弃 但现在的志秀喜欢韩再贤正如二十年前喜欢他一样 不管永宇如何说韩再贤的坏话 在志秀这边总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所以当那天听到志秀对他倾诉因为和韩再贤的见面 前夫才对他提出儿子抚养权返还诉讼时 才会眼神闪躲神色慌张 因为他怕韩再贤的出现会打破两人之间这微妙的关系 而也正是因为韩再贤再次出现在志秀的生命中 又给永宇加了一个不敢跟志秀表白的理由 直到这天意外从志秀口中得知要和前夫复婚的消息时 无法冷静下来 他知道不能再像之前那样躲在志秀的身后 什么表白后也许连朋友都做不成 统统都见鬼去 借着志秀帮自己包扎被玻璃碎片扎伤的手指 永宇终于说出二十年来始终都不敢说的一句话 然而和志秀表白却不是因为永远怕他复婚后再也没有表白的机会 因为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在志秀和前夫离婚的那些年里 他就不会只是站在他的身后默默注视着他 而真正的原因就是想借着表白的机会阻止他和前夫复婚 作为志秀唯一的志心朋友 永宇知道如果一旦表白不成功可能连朋友都做不成 也知道他当初跟前夫离婚的原因是在儿子还未满月时交往年轻小太妹 志秀跟这样的男人复婚无异于再次跳入火坑 他无法做事不管 然而永宇突如其来的深情告白却让志秀一时间不知所措 虽然和前夫离婚后的这么多年来志秀一直都待在永宇的身边 但他只把永宇当作志心朋友 并没有掺杂别的感情成分在里面 而如今永宇的表白也让他觉得 也许两人再也回不到从前无话不谈的关系 面对志秀的绝情 永宇虽然为自己刚才的冒昧懊悔不已 但他却没有因此心怀记恨 因为他非常清楚志秀的选择究竟是为了什么 并不是志秀口中所说的为了儿子荣敏 而是为了守护眼前的这个男人 他的情敌 同时也是大学时期他最敬佩的男人 他很喜欢韩再贤 因为他觉得当年为少数人发声的韩再贤是那么的令人刮目相看 他也想成为那样的人 当年他之所以会参加学生示威运动也全都是因为韩再贤的影响 可是到如今 永宇在韩再贤身上看到的只有自私和贪婪 他觉得这样的韩再贤不配和志秀在一起 可直到在李世勋的办公室门外听到韩再贤为了守护志秀 甘愿放弃自己目前所拥有的一切时 他知道也许自己真的是时候放手了 不是因为他不够爱志秀 也正是因为够爱 所以希望他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 韩再贤就是他想要的幸福 而此时此刻坐在路边长椅上等待公交车 正准备前去与前夫办理复婚手续的志秀 正好接到韩再贤打来的电话 为了不让志秀再次做出愚蠢的选择 韩再贤不得不利用志秀对不想让自己失去所拥有的一切的关心 成为自己劝说志秀不要复婚的武器 韩再贤告诉志秀 如果志秀依旧坚持和前夫复婚 他会亲自公开这段可能让自己陷入舆风口浪尖的视频 志秀你想一下 我们当初为何会分手 而仅仅只是这一句话 就又让志秀回想起大学时期那段甜蜜而又痛苦不堪的时光 当时时任检察总长的爸爸公权私用 以莫须有的罪名将韩再贤送进监狱 志秀虽然也以不再和韩再贤见面的承诺换取韩再贤下半生的自由 然而相比起女儿的承诺 他却更加相信李九泽情书这句话 拆散他和韩再贤只是第一步 而第二步就是让志秀出国流血 尽管此时的志秀非常不满爸爸的安排 但碍于爸爸的强势却不得不妥协 因为他害怕自己的反抗会让爸爸再次针对男友韩再贤 这是他所不愿再见到的局面 然而志秀却不知道爸爸想将他送出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直到来到机场才从说漏嘴的妹妹口中知道 爸爸为何始终都要拆散他和韩再贤 明明在他刚考上钢琴专业时期的差点跳脚 如今却关心其他的学业 嘴上堂而皇之地说德国是音乐的发源地 志秀学习的专业去到那边会有更好的发展 而真正的原因竟然是在另一边的机场 早已有一个相亲对象在等着他 这是志秀的爸爸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攀附权贵 想让志秀去当政治联姻的工具 然而志秀真的会听从爸爸的安排出国留学吗 坐在机场的候机大厅里听到旁人不经意间的一句话 志秀对韩再贤的无尽思念便如潮水般涌来 如今离别在即 志秀才真正体会到与韩再贤说话时的幸福 也体会了离别时的痛苦 然而也正是因为有了思念 才有了久别重逢的欢唱 有了看似是意外邂逅的惊喜 因为韩再贤的出现给了志秀奋起反抗爸爸私自安排自己的人生的勇气 更让他受伤的心灵再次得到救赎 在远离首尔的列车上 志秀再次说出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我想和你结婚 短短的几个字 却是韩再贤一生的责任 为了躲避志秀爸爸的眼线 韩再贤将志秀带到一个名为江村的偏远山区 因为这里有韩再贤学长开的一间民宿 没有来自于志秀爸爸施加的压力 这几天应该就是韩再贤和志秀相恋以来最甜蜜快乐的时光 星空下他们一起抬头看那满天繁星 黑夜中他们一起抱团取暖 相拥而眠 对他们来说只要能够在一起 每一天都是快乐而又浪漫的情人节 然而无忧无虑的日子对这对不被家长看好的情侣来说 却是那么的奢侈 正当他们憧憬未来该如何抚养孩子时 韩再贤就被军警以为按时入违反兵役法的罪名当场紧急逮捕 这样的两极反转让志秀近乎崩溃 志秀无比自责和悔恨 因为他知道这一切又是独断专权的检察长爸爸的杰作 然而相比起自己的处境 韩再贤却更加不想让志秀自责 他一再叮嘱志秀 在他们待的那间民宿里有着他非常贵重的东西 一定不要落下 以上甜蜜而又灰暗的时光全都属于这两个人的回忆 一个是被前夫拿着他自己和韩再贤在海边拥吻的视频 以韩再贤的名节为筹码威胁他与其复婚 而韩再贤虽已结婚生子 却甘愿亲自公开那段亲密视频 尽管公开后的舆论会再次将自己推到风口浪尖 如果说之前志秀还不明白自己在韩再贤心目中的地位的话 就在回想起年少时韩再贤留在民宿的那些东西后 他终于明白 韩再贤对于他的感情和他对韩再贤的感情是一样的 毫无差别 尽管这些东西只是韩再贤写下的关于他们两人的爱情日志 以及韩再贤经常翻唱给志秀听的歌曲 虽然只是在普通不过的东西 但对韩再贤来说 却包含了他对志秀无尽而又深沉的爱 回想起那年和韩再贤私奔后在江村某条隧道内 留下的关于他对韩再贤的承诺 韩再贤和尹志秀相亲相爱百万年 此时此刻志秀心灵深处的那根弦再一次被拨动 因为他们当年那份相伴永远的承诺 是这些年来始终占据他内心最坚强 同时也是最柔软的部分 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 尹志秀终于做出了这么多年来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四十年来他一直都在不断地被迫选择中度过 但每次都让自己变体鳞伤 但是现在志秀已经下定决心 自己的人生该由自己做主 他选择拒绝了前夫 然而志秀虽以下定决心不再和前夫复婚 但不复婚并不意味着他会回到韩再贤的身边 因为人到中年要考虑的事情有很多 很难在随心所欲 志秀发短信告诉韩再贤 以后避开前夫李世勋的同时也会竭尽全力地避开他 因为有时候不联系和不打扰 其实也是另一种方式的守护 韩再贤又何尝不明白志秀这样做的理由 也知道爱一个人的最好方式是给对方相对的自由 同时也要经营好自己 自己正遭受检方的多方调查 有可能再次面临牢狱之灾 如果自己都不能保护好自己 想要守护志秀的承诺又如何践行 然而韩再贤想要给志秀自由的喘息空间 不让自己的过分关心让他感到不自在 可他的妻子张书京却偏偏要当那个将两人捆绑在一起的月老 在得知尹志秀放弃和前夫的复婚约定后 张书京也曾约见过志秀 他不明白既然韩再贤和尹志秀曾经很恩爱 但为何会分手 而志秀也终于说出始终不肯跟韩再贤说出的分手的原因 当年志秀极力躲避韩再贤的苦苦追寻 就是不想因为母亲与妹妹的事情成为互相埋怨的理由 也不想破坏这份美好的感情 因为他想守护这份感情 所以才会躲得远远的 看似矛盾但又特别理解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拥有不一定幸福 但错过绝对美好 此时此刻张书京也不禁回想起了当年韩再贤在他面前 带着一种惆怅和苦涩的心情 说出自己丢了东西时候的那份绝望 张书京这才知道 原来韩再贤丢掉的人就是尹志秀 张书京虽然骄横跋扈 可身为财阀千金的他必定也是因为爱情才会嫁给韩再贤 作为女人他非常羡慕且渴望拥有这样的爱情 可不管他再怎么拼命努力 始终都走不进韩再贤的心里 而既然明白了韩再贤守护尹志秀的决心 他和尹志秀的前夫自然都不会再公布那段视频 然而一切照旧却并不意味着他和尹志秀会各自安好相安无事 尽管张书京知道不是尹志秀勾搭的韩再贤 但身为韩再贤的合法妻子 他也必须让尹志秀知道惦记着别人老公的下场 缩使其他学生家长当众指责尹志秀让他难堪 志秀原本想对这些家长指责自己的不是选择不予理会 可当听到家长不仅对他进行着人身攻击 甚至还有人把矛头指向了荣敏和韩再贤时 志秀一改之前首次面对张书京时的微微诺梦 他选择不再忍让 因为越是一味退让就会让对方觉得你好欺负 然而生活并不想让志秀有一刻的停歇 刚刚走出地铁的他 就看到在检察厅门口被记者围得水泄不通的韩再贤 看着韩再贤略显狼狈的模样 志秀心里不免再替他担心起来 因为此时的韩再贤除了要接受检方的调查外 还要面临五年前恒城钢铁总罢工 因劳务纠纷自杀的恒城钢铁员工 全贺珠的遗嘱对他提起了诉 而巧合的是全贺珠遗嘱的辩护律师 正是他的前夫李世勋 志秀知道这是李世勋因为自己拒绝与他复婚 从而对韩再贤采取的报复性措施 可是李世勋和张书京又怎会知道 他们越是针对尹志秀和韩再贤 越是会让他们越走越近 此时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来到二十年前 他韩再贤曾经都来过的耶稣教堂 祈祷韩再贤能安全度过难关 可是无论如何 对的人或早或晚总能重逢 而这一幕也不禁让志秀和韩再贤 回想起当年那段美好的回忆 当年韩再贤参加示威活动 遭到警方的暴力镇压 慌乱之中他逃到了这所 正在进行祈祷仪式的教堂 也正好在这里遇到为他祈祷的尹志秀 志秀将韩再贤拉进祈祷队伍中 试图躲避警方的追捕 然而神父在看了看韩再贤手上的伤口 以及后面紧随而来的警察时 他明白了一切 正当韩再贤以为在劫难逃时 神父却做出了一个 令他意料之外的举动 那就是帮助他们隐藏 二十年前这里是他们共同经历了那次 抓捕与反抓捕之后 两个人坐过的地方 而二十年后的今天 两个人又坐在相同的位置 虽然青春里的匆匆那年早已物是人非 但两人互相守护对方的决心却从未改 命运使然 两个人那两颗一直在徘徊着没有归属感的心 终于在这个神圣的地方又靠在了一起 这天张书精询问丈夫 为何能对他的出轨做到毫不在意 然而等到丈夫认真询问起他的出轨原由时 他却又将出轨的原罪怪在丈夫身上 因为自己孤单 夫妻关系本是信任与爱作为基地 而搭建起来的一种非血缘关系 而背叛恰恰是对信任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韩再贤虽然对张书精出轨后 还能这么理直气壮的态度 感到愤怒和耻辱 可是他们夫妻之间除了家庭和孩子还有其他利益关系 离婚不现实 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然而何不相爱 却又不尊重自己的妻子凑一块度过一生 却也是更加的不现实 可就在韩再贤权衡最终的利弊结果 下定决心对张书精提出离婚 想要结束这段有名无实的婚姻时 却遭到他的言辞拒绝 张书精又何尝不明白他们的婚姻早已有名无实 可从小在富裕家庭中长大只知道予取予求的他 根本就无法认知到他口中像怪物一样的爱情根本就不是爱情 因为没有尊重的爱情就是控制 是走不长远的 而韩再贤之所以到现在才捅破这层窗户纸 其实有两个原因 其一是他和岳父的斗争已经到了快要收尾的阶段 他不想让张书精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各身欢喜是韩再贤对这段婚姻最后的态度 其二就是韩再贤和尹志秀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进步 韩再贤也不止一次对尹志秀说过自己想要守护他的决心 可如果还顶着别人丈夫的名头却还在说着想要回到他身边 这对已经下定决心和韩再贤走在一起的尹志秀来说是不公平的 也是对他自己和张书精的不尊重 然而韩再贤前往尹志秀身边的道路并不平坦 可以说是荆棘密布 这天志秀受钱公有所拖来到公司举办的文化节现场弹奏钢琴助行 而举办的地点正是他们之前经常参加示威活动的横城集团大门口 好巧不巧韩再贤岳父也在这时候刚刚来到公司 因为上次的大型示威现场 韩再贤岳父异常反感这样的聚众活动 刚下车就眉头紧皱犹如泼妇骂街般说个不停 而在人群中最为亮眼的志秀自然也引起他的注意 前不久才从张书精口中得知让他整天都痛苦不堪的是韩再贤的初恋 他早就想会一会这个女人 也命令司机早早地调查过他 才发岳父命令手下多拍点现场照片已被对付韩再贤之用 不巧的是这一幕正好被准备继续前去检察厅接受调查的韩再贤看见 知道了最爱的女人可能有被裁罚岳父威胁的风险 韩再贤自然不可能置之不理 来到电梯内 司机准备要去20楼将自己拍到的照片发给会长 却没想到被韩再贤劫持到30楼 来到韩再贤的办公室 韩再贤直截了当 已想知道都有谁参加了文化节的理由索要刚才的照片 可这个司机却不识抬举 根本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而这件事情并没有就此过去 就是在女儿的事情上她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 也永远不会妥协 于是主动约见尹志秀 而等到韩再贤岳父主动开口 志秀这才知道 如果不是因为当年的意外事故 以志秀爸爸当时的声望极有可能当上国会议员 甚至是总理 还有他和志秀的父亲从前也是真正的莫逆之交 可说完这些客套话后画风立马转变 开始羞辱志秀 这就是黑心财阀真正的嘴脸 什么莫逆之交在他们眼中根本就不值一提 这天和韩再贤一起行走在回家小道上的志秀 发现了不同于往常的一幕 聪明如志秀又何尝不知道 数十年如一日都未曾变样的幽静小道 在和韩再贤确定恋爱关系的一夜之间 变得极具浪漫分为是谁的杰作 而与此同时 志秀耳畔更是突然传来 他和韩再贤年轻时经常一起听的歌曲 此时此刻委屈了大半生的志秀 这才发觉 自己真的像电影里的主人公一样 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 因为他知道韩再贤为了让自己听到这首歌 一定在背后花费了很多的心思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这是韩再贤在好友东晋的办公室里 提前精心准备和录制的 所以说中年人的世界 虽然有很多现实问题要解决 但除了人间烟火 不惑之年的爱也会有浪漫的诗和远方 为了让志秀的生活有更多保障 也为了自己能够安心 韩再贤更是自作主张将志秀家里的门锁 更换了最先进的指纹锁和声控灯 自己的安全才是对方安心的保障 这样的理由又让志秀该如何拒绝韩再贤的好意呢 而韩再贤能为尹志秀做的又何止这一桩桩衣渐渐 为了支持志秀的事业 让他在照顾师志爸爸的同时 也能弹奏自己喜欢的钢琴 他以捐赠的名义给疗养院送来一架昂贵的钢琴 因为他知道如果直白地说出想要送给志秀 志秀一定不会接受 虽然他说任何人都可以弹琴 但在内心深处他还是只希望让志秀一人使用 这就是韩再贤和尹志秀令人羡慕的爱情 尹志秀不会因为自己和有钱的男友附和而予取予求 而韩再贤确实会想方设法 在不让志秀感到反感的同时 用自己的方式让志秀过上更好的生活 直到韩再贤这天喝得烂醉如泥 因为手机没电让志秀找不到他的专属司机 让韩再贤有机会在志秀家里过夜 他这才知道志秀这些年过的到底是多么令人心酸的生活 而再看到鞋柜里那款年代久远 只剩下一只的高跟鞋 韩再贤也终于明白志秀当年为何会选择不高而变 因为这双鞋承载着志秀想望又忘不掉 想回忆却又怎么也想不起来的痛苦回忆 韩再贤总以为只要向妻子提出离婚 然后朝着自认为正确的道路无所顾忌地向前冲 就能早日回到初恋尹志秀的身边 可自从那天向志秀承诺要走出一条 对任何人都不感到羞愧的道路后 无形中似乎有双倍的压力和重担压在肩上让他难以喘气 喝得烂醉如泥的他也唯有在志秀身边 一切的烦恼和压力才会有所缓解 在得知检方气势汹汹拿着船票要对他进行第三次的扣押和搜查时 在助理面前表现得镇定自若 可在面对心爱的女人时 韩再贤才敢卸下坚强的外衣吐露心声 他说虽早已为涉及自己的两宗诉讼案做了万全准备 但却十分担心 如果败诉后再次面临牢狱之灾 自己年迈的老母亲就没人照顾 也担心和财罚岳父的明争案 都会让妻子和儿子受到伤害 几天前韩再贤向妻子张淑金提出离婚 除了要摆脱家庭的枷锁 以未婚的身份回到智秀身边 另一个原因就是不希望妻子和儿子受到伤害 而没有正式工作孤身抚养儿子的智秀 更让韩再贤担心 他的生活已经如此艰难 他害怕万一自己在吃牢饭 智秀是否还会像之前那样无声无息地消失 是否还会再次遭到前夫的威胁被逼妥协 说完这些话的韩再贤便一头栽到智秀的肩膀上不省人事 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崩溃无声 不过一杯酒的时间 吐完哭完 醒来后还是要回到那个一地狼藉的生活 然而早已喝得烂醉如泥的韩再贤却不知道 智秀埋藏在心里的苦楚又何止来自前夫的纠缠 这天的智秀在和之前的工友聚餐时 意外收到工友们突如其来的生日蛋糕祝福 可在灯光突然熄灭的瞬间 智秀原本笑嘻嘻的脸颊却突然凝固 眼睛里凝结的是无法言语的悲伤 今天是智秀的生日 工友们脸上挂满了真诚祝福智秀的笑容 可他们并不知道 过生日在智秀心里其实包含了一件令他不愿回首的痛苦回忆 明明经历了很多不为人知的伤痛 却不敢任由情绪肆无忌惮地表露出来 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 人生中经历过的一些苦和难只有自己懂 也不能随便说给旁人听 因为这个世界并没有那么多的感同身受 只希望时间可以抚平一切伤痛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伤痛都能被时间抚平 有时候你自以为时间会淡化一切 悲伤往往来的更加猛烈 这天的智秀如往常一样前往学校接儿子放学 却没想到意外邂逅了前往同一个学校接儿子回家的韩再贤 对韩再贤来说 每天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和智秀的见面 但由于妻子张淑金还没同意离婚 为了不让智秀在背后被别人指指点点 他只能用这种方式制造和智秀的偶遇 也许是巧合 也许是命中注定 注定要由韩再贤将智秀从痛苦的回忆中解救出来 列车刚刚启动没多久就因发动机故障紧急制动 在黑乎乎的隧道里 车厢内瞬间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 当车厢内的应急灯亮起 听到广播传来的语音故障播报后 智秀的眼神开始变得恍惚不定 手指头也开始不自觉地抖动着 这是情绪波动过大索引发的肢体反应 在旁人看来是平平常常的停车检修 却给智秀带来深深的恐惧 智秀努力想要用深呼吸来调节动荡的情绪 可他发现根本于事无补 韩在前也发现了智秀的一样 可他根本就不知道智秀已经患上了幽闭恐惧症 一旦进入某一特殊的环境中 就会产生恐惧的心理 那是他对二十年前一桩意外事故的抗拒 他丝毫不顾及自己的形象 在人来人往的列车上嚎啕大哭 仿佛只有这样的撕心裂肺 才能发泄出二十年来埋藏在他心里的苦楚 而作为女人的初恋 男人唯一能做的也唯有将他搂到怀里 愿由他将所有的情绪一泄而出 人生中有一种苦 没有经历过的人永远都不会明白 那是怎样的一种撕心裂肺的痛楚 而对于智秀的痛苦 韩在贤却是那么的感同身受 回想起二十年前韩在贤因违反兵役法的罪名 被军警警急逮捕 从那时起韩在贤和尹智秀 就不得不开启为期两年的异地恋生活 对所有的异地恋情侣来说 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可以见面的那一刻 如果第二天可以见面 应该会有很多人跟智秀一样 晚上会高兴地睡不着觉 然后开始不由自主地装扮自己 好让自己成为对方最想见到的那个人 智秀这种因为快要见面而雀跃的心情 不仅仅是因为期待着明天和韩在贤甜蜜的相见 更因为明天是两人共同的生日 为了和韩在贤一起庆祝破诞日 智秀把家里给他准备过生日的饭菜 全部打包到韩在贤所在的部队 然而麻绳专挑戏处断 厄运专找苦命运 韩在贤和尹智秀躲过了智秀的爸爸的棒打鸳鸯 却躲不过旁边人的天灾人火 原以为和异地恋男友相见 就能使见面的前后几天都沾着光 成为记忆里最美好的回忆 却没想到电视上一则百货公司坍塌的新闻 将智秀原本兴奋的心情彻底打入谷底 回想起临走前妹妹对自己说过要去百货公司的话 智秀顿时慌张到极点 为了尽快赶回去 甚至连脚上的鞋子丢掉一只都不愿回头去捡 可想而知智秀此时的心情到底有多急切 他多么希望能插上一双翅膀 尽快飞回到妈妈和妹妹的身边 可你越是在意的东西和事情往往就越是折磨你 坐在列车上原本就心神不宁的智秀 伴随着高速行驶的列车突然临时停车 听到广播传来的语音故障播报后 智秀原本急切的心情变得更加慌乱 此时的他根本不顾及现在所处的位置 离家里到底有多远 想要快点出去寻找妈妈和妹妹 往事不堪回首 相同的场景时隔二十年后再次上演 激发了智秀内心深处的痛苦回忆 如同二十年前一样 他毫无目的地穿过一截又一截的车厢 来到车门所在的位置 心里的绝望再次涌上心头 然而与二十年前不同的是 这次却是有了韩再贤的陪伴 二十年前韩再贤亲眼目睹智秀失魂落魄 离开军营的身影 那时的他为了给智秀送去那只丢掉的鞋子 被扣上桃银未遂的罪名关了禁闭 想到孤单无助的智秀 独自一人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 韩再贤的痛苦就像插在胸口的一把刀 不拔出会疼 拔出来却会死 但他却毫无办法 只能默默地发出悲情的乌液声 二十年前韩再贤没能陪在智秀身边 帮他度过那段痛苦的日子 现如今终于可以安静地陪着他 帮助他解开心结 智秀之所以对妈妈和妹妹的离世感到自责 是因为当时他已经答应他们要早点回来 可是却回来得太晚了 如果不是他执意要去远在百里之外 韩再贤所在的军营 也许妈妈和妹妹会在事故发生时 在家里陪着自己过生日 此时此刻埋藏在智秀心里长达二十年的苦楚 终于在韩再贤的开导下得到解决 然而他们却不知道 他们即将前往学校接的儿子 却在校园内打着无比惨烈的假 而这则是贵族学校这帮长蛇妇的杰作 不久前智秀曾警告过他们 如果敢在孩子们面前散播他和韩再贤的不实谣言 就算让自己的户籍记录上多出一条红线 也绝不会让他们好过 然而就算是一国总统也难堵众人的悠悠之口 只要韩再贤和尹志秀的儿子都还在这所学校上学 他们的绯闻就注定会成为这帮长蛇妇茶余饭后的谈资 而如今这两个长蛇妇私底下所谓的义愤填膺 却也让一见面就会大眼瞪小眼 总干嘴账的两个孩子大打出手 瞬息之间 原本是两个孩子之间的矛盾 顿时上升到了两个家庭的水火不容 作为学校的法人代表 校长非但没有坚持正义主持公道 反而在没有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便开始向韩再贤阿谀奉承 扬言一定要严惩志秀的儿子容敏 可相比起要追究是谁的责任 韩再贤和尹志秀却更加想知道他们打架的原因是什么 直到韩俊书的两个小跟班被叫到校长办公室 说出他们打架的缘由 此话一出尹志秀顿时面露尴尬之色 虽然他和韩再贤从没有做出超越底线的事情 可他和韩再贤的恋爱关系却是不争的事实 而他和其他家长有不正当的关系从孩子们口中说说 更让志秀有种深陷泥沼的无力感 在他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时候 总有人给他当头一棒将他打回原形 因为家长的一言一行将会影响到孩子未来的人生 为了不让儿子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 有些事情也是时候该让儿子知道了 他告诉儿子韩再贤是自己的初恋 虽然当年的悲剧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 但每次回忆就像是在昨天 一个非常圆满的幸福家庭 就在他生日这天变得四分五裂 而留下的偏偏又是水火不容的两个人 尽管没有了妈妈和妹妹的家里像个冰冷的地角 但志秀还是毅然决然地做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决定 他打算退学 暗恋志秀的勇语劝说志秀继续完成未完成的学业 在这座城市志秀唯一舍不得放不下的人就是韩再贤 他又何尝不想留下来 可现在他爸爸的情况却并不允许他这样 自从妹妹和妈妈意外离世后 爸爸每天就像行事走肉般地活着 后来又被有心人举报贪污受贿被罢免关职 从那之后志秀的爸爸整个人就变得疯疯癫癫 考虑到事故发生地离家里就只有几分钟的路程 为了不让爸爸触景伤情专心养病 为了照顾好这世上他唯一的情愿 志秀甘愿放弃自己的前途 决定带着父亲离开这座城市 而对于他和韩再贤的这份感情 他唯一能做的也唯有选择放弃 并且珍藏 在离开这座城市的前一天 韩累写下分手信 当年退役回来收到志秀分手信的韩再贤 他很想知道尹志秀想要分手的理由 他实在不明白志秀为何会选择 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他的生命中 也非常担心他的处境 而时隔二十年后 困扰了韩再贤二十多年的心病 终于在他和志秀确定恋爱关系的今天 从志秀那里得到答案 压在志秀身上的家庭伤痛 就像一个炸弹随时会引爆 成为伤害他和韩再贤彼此之间的戾气 与其到时候互相埋怨伤痕累累 倒不如早点放弃还能心存美好 虽然命运就这样错过了二十多年 但有势必有得 正是心里珍藏着的这段如花盛开般美好的爱情 才支撑着志秀走过那段落魄的岁月 而在儿子因为他和韩再贤的绯闻而受伤 在重新审视他和韩再贤的这段感情后 他依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 一句对不起 道出了穷人的心酸与无奈 作为绯闻的另一方 韩再贤也试图用他对初恋尹志秀的亏欠 消除儿子对戎敏的怒气 自从二十年前尹志秀留下分手性消失在他的生命中后 他一直担心和尹志秀的再次相见 会不会是一张可怕的一招 一直祈祷志秀能安全地度过这一生 尽管老天开眼让他们这对可怜的初恋爱人 再次奇迹般地重逢 但让他万万想不到的是 经过二十年的岁月沧桑后 尹志秀还是丝毫未贬 过得像从前那般辛苦 看着原本是自己生命中全部的人 继续过着濒临崩溃般的生活 他的心痛如刀割 更加无法远远观望坐视不理 韩再贤问儿子是否能理解他现在的心情 但儿子却似懂非懂的 向他发出了灵魂拷问 你不是还有妈妈吗 韩再贤顿时欲色 是啊 他还有自己的合法妻子 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他却不能告诉儿子 他的妈妈早已在他之前背叛了婚姻 他是精神上的背叛 而妻子张书金却是肉体上的背叛 这是韩再贤和尹志秀双方儿子的第二次打架 韩再贤希望这件事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他不想再让志秀和志秀的儿子受到伤害 这就是他将志秀是自己初恋 以及那段心酸往事向儿子诉说的原因 然而有时候有些事情 并不是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 因为就在不久后 韩再贤就接到来自妻子张书金的电话 韩再贤这才知道 原来那天他们前脚刚刚接到儿子返程的途中 校长就接到来自韩再贤岳父打来的电话 扬言一定要严惩志秀的儿子荣敏 而他的妻子张书金更不能容忍自己的儿子三番两次被人欺负 还是被自己的情敌的儿子欺负 但是张书金怎么也没想到 穷人家的孩子会这么懂事 因为从小目睹生活的艰辛和妈妈的不义 荣敏小小年纪就有着与年龄完全不相称的成熟 在志秀接到校长打来的电话后 听到校长说要召开校园暴力委员会 荣敏沉默片刻后 终于向妈妈说出自己的决定 校长以为荣敏妈妈在召开暴力委员会的前妻来找自己 是想向自己求情 但他却没想到这次的主角是荣敏 既然已经知道召开校报会后的处境 荣敏也不再扭扭捏捏 勇敢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他说他不想接受学校给予的处罚 不只是因为校长永远只会听信韩俊书的片面之词 在他这里没有所谓的公正可言 尽管率先动手的是韩俊书 但最终受到处分的一定是自己 更加因为在他遭受校园暴力期间 学校从没有为他做过什么 所以他最终下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他选择自愿退学 作为荣敏的妈妈 智秀又何尝不明白儿子这么做的理由 荣敏不想接受学校的处罚是真的 但他不想妈妈为了让自己在好的学校学习 从而低声下气地求别人也是真的 他这是想维护妈妈的尊严 生活中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一个成熟 一次真正的破茧成蝶 如此懂事的孩子 相信即使不再优秀的学校学习 荣敏的未来也一定会有很好的出路 另一边的张淑金为了挽救自己的婚姻 将韩再贤约到一个令他儿时充满恐惧的地方 当时只有七岁的他 亲眼目睹妈妈和一个陌生男人离开将他抛弃 解决恐惧的最好方法就是多经历几次恐惧的过程 那时的韩再贤二话不说 就要拉着张淑金坐上旋转木马 也正是因为韩再贤帮助张淑金克服了 儿时被妈妈遗弃的恐惧 这才一举赢得张淑金的芳心 两人由此确定恋爱关系 而二十年后的今天 张淑金再次将韩再贤约到他的梦开始的地方 希望故地重游能挽回韩再贤对自己的感情 并承诺不再耍酒风发脾气 也不再去外面找野草寻求刺激 然而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 不是他张淑金一个人的独角戏 在韩再贤看来 他们的夫妻情分就犹如已经破碎的镜子 再如何拼凑 那肉眼可见的裂缝依然存在 可是天生优越感十足的张淑金又怎么甘心努力过后依旧被甩 此时的他已经不再奢求韩再贤的爱情 守住这个家成为了他最低的底线 他再次找到婆婆 希望能通过婆婆劝说韩再贤放弃想要离婚的想法 韩再贤的妈妈非常清楚韩再贤人生中最难的那几年 是怎么一步步熬过来 也非常清楚他和尹志秀那段辛酸的往事 如果只考虑韩再贤的立场 他不但不应该帮张淑金 反而更应该劝韩再贤离开张淑金 可以想到孙子韩俊书 他实在说不出支持儿子离婚这样的荒唐话 尽管韩再贤妈妈对韩再贤的离婚决定持反对态度 但是当一个人的心中已经生出了离婚的念头 可以肯定的是 这段感情对他来说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 所以妈妈的劝说并没有让韩再贤放弃一开始时的想法 反而因为张淑金一味地讨好和死缠烂打 让韩再贤越发地对他感到厌烦 张淑金随口说了句 真遗憾公公那么早去世 如果他再一定会站在自己这边 可张淑金不知道的是 这句话直接触动了韩再贤麻木而又坚硬的神经 因为韩再贤非常清楚地知道 他爸爸的去世跟张淑金的爸爸 也就是他的岳父有着很直接的关系 而与此同时 韩再贤的岳父也在下属的调查下才知道 他当年栽赃陷害的那个人是韩再贤的父亲 当年韩再贤为了调查父亲无辜枉死的真正原因 甘愿当岳父的忠犬替岳父承担莫须有的罪名 做了四年劳 然而岳父并没有因为他是自己的女婿而放下心中的成见 他只当韩再贤是自己手下的一条忠犬照之急来挥之急去 在韩再贤出狱后继续接受检方调查时 岳父却私下约见检方落井下石 打算将他再次送进监狱 然而整天算计别人的人总有一天也会被人算计 就在他约见检方的第二天 一批带着蓝色盒子的西装队伍就出现在岳父走狗的楼下准备抄假 而这一切全都是韩再贤和另一名政治检察官的杰作 韩再贤当初之所以愿意替岳父揽下借名股份的罪责 不惜在大庭广众之下遭到全国民众的指责和国会议员的炮击 除了要将当时参加示威运动 被拘禁在看守所的初恋爱人尹之秀解救出来 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将非法借名账户的股份全部据为己有 从而查出岳父更多的犯罪事实 尽管非法借名账户转移到自己名下会给他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此时的张会长才真正意识到 韩再贤再也不是年轻时任人拿捏的软柿子 虽然韩再贤和张会长的名争案都是韩再贤略债上风 但老奸巨华的张会长不会就这样认怂 在他看来最佳的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御 在手下的提醒下 张会长最终还是将魔爪伸向了韩再贤的初恋爱人尹之秀 此时的致秀面对韩再贤递过来的一张拥有无限额度的黑卡 原本就生活拮据的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的好意 尽管就在刚才他被炒犹豫 失去了唯一的生计来源 但就两人目前这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他人虽不好惹 却也能让欣赏他的男人念念不忘 即便他捧头垢面 早已没了少年时代的稚嫩和清心 可他依然还是他记忆里的那个致秀 致秀的拒绝并没有让韩再贤心生芥蒂 也没有让韩再贤忘记想要守护他的决心 送钱不收就送实用性的东西 当天晚上致秀家里就收到了送货员送来的诸多物品 看着堆积如山的生活必需品 一向淡定的闺蜜也忍不住羡慕不已 可在得知是韩再贤送的东西后却立马变脸 他一向就反对致秀在和韩再贤这个有妇之夫扯上关系 不是闺蜜不希望致秀能找到可以托付一生又有钱的男人 记得不久前闺蜜得知致秀和韩再贤时隔20年后的首次重逢后 他的反应也是如此 这年头能有一个真心为自己考虑的闺蜜真的很难得 他的这波考虑也不无道理 但他却不知道韩再贤真的已经向交横跋扈的妻子提出离婚 也下定决心弥补继承了张淑金的骄横跋扈 总会欺负别人却也是一场懂事的儿子 更加不知道致秀被炒鱿鱼的真正原因 并不是致秀口中所说的 下班期间在培训机构免费教其他小朋友弹钢琴那么简单 而事情的真正起因还要从韩再贤的财阀岳父发现 韩再贤就是自己当年为了利益而出卖的公司工会员工的儿子 又想再次将他送进监狱无果后 偷偷派人跟踪和调查引致秀 自知无法轻易扳倒韩再贤的张会长 在做完这一切后终于不再打算和韩再贤明争暗动 将所有的事情都扳到台面上 如果韩再贤想要利用非法借名账户将自己送进监狱 他绝对会一口咬死非法借名账户的钱都是张淑金的 跟自己没有半毛钱关系 虽然嘴上总是说自己深爱着女儿 可是当女儿和自己的自由放在一起权衡时 张会长还是选择了后者 然而张会长却不知道韩再贤和他的女儿张淑金 两人已经走到了离婚的边缘 他的威胁并没有让韩再贤放弃先前的种种准备 而且韩再贤早已有了让张淑金置身事外的办法 曾经犯下的罪孽与过错 无论怎样沧海桑田 他绝不会让张会长逃过正义的审判 他们之间的仇恨最终迎来的结局 正如韩再贤当日向妻子提出离婚时对他说出的这一句话 等我和你父亲的斗争一结束 两者之中终有一人要倒下入狱 然而让韩再贤万万想不到的是 张会长除了要让自己的女儿顶罪 竟也把智秀列入他要报复的名单之中 而这也是韩再贤能在智秀被炒鱿鱼的第一时间出现在他跟前的原因 以韩再贤的立场来看 就算智秀被炒了鱿鱼没了生计来源 以自己的能力绝对有办法让智秀摆脱物质条件的烦恼 然而这天韩再贤接到的一通来自疗养院的电话后所发生的事情 却首次动摇了他想要守护尹智秀的决心 在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 这对互相水火不容长达半生的妇女 在尹检察长向智秀说出最忠心的忏悔和最真诚祝福的那一刻 双方终于放下所有沉重的包袱和解了 而这个包袱自然也解开了韩再贤父亲自杀的所有谜团 尹检察长深知他这一生最对不起的人 除了亲生女儿尹智秀 就只有二十年前他多次公权私用将之逮捕入狱的男人 也就是此刻站在他眼前的韩再贤 那天韩再贤接到的正是尹检察长约他见面的电话 虽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但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却让韩再贤有种想将他推下悬崖的冲动 当时告发他父亲非法劳动行为的人就是自己 而这一切还要从二十年前韩再贤带着智秀私奔的那一年开始说起 当年韩再贤父亲以非法破坏劳动工会为由 向检察院控告横城集团管理层 而很不巧的是 当时负责此案件的检察官正是身为检察长的智秀的父亲 为了以后的从政之路能得到韩再贤岳父的财力支持 尹检察长不仅对韩再贤父亲的控告选择不予理会 甚至出于韩再贤和尹志秀多次侮逆自己的愤怒 李戴陶将 将韩再贤父亲控告横城集团的所有嫌疑和罪证栽在他头上 这才是韩再贤父亲不堪重负选择自杀的真正原因 而尹检察长之所以选择将这个秘密向韩再贤和盘托出的原因 还要从时隔二十年后在疗养院再次见到韩再贤说起 看到韩再贤和尹志秀两人眼神里互相藏不住的爱意 为了志秀的幸福 他知道这些恩怨必须在自己这里终结 只终究包不住火 与其让韩再贤自己调查得知真相 不如自己主动向道求得韩再贤的原谅 然而尹检察长还是低估了韩再贤这些年 为了调查父亲的死因到底付出多大的努力 也低估了他对志秀的执念 早在五年前 他就已经知道尹检察长口中所说的真相 尹检察长离世不久后 韩再贤在拜托好友东京负责他的离婚诉讼时 在东京的追问下 才讲出明知道志秀的父亲是导致自己父亲绝望自杀的元凶 仍坚持和志秀交往的真正原因 而志秀终究还是没能扛下父亲离世的痛苦 首次在初恋爱人面前露出脆弱的一面 用言语和行动表达出想要留在韩再贤身边的决心 纵然现在的韩再贤还是财阀家不得知的女婿 而她却是个婚姻失败者 虽说她和韩再贤真正能走到一起的那条路很远 走下去会很累 可是不走的话就一定会后悔 而在送别晚尹志秀的父亲后 韩再贤就将一纸离婚起诉书送到张淑金手中 因为她不想让孤单一人的尹志秀等待太久 也未曾忘记不久前在她面前许下的承诺 但让她忘乱没想到的是 张淑金不仅全然对她的离婚决定视若无睹 甚至拿着鸡毛当令箭 带着离婚起诉书当着志秀的面表达自己不会离婚的决心 并羞辱于她 尽管是张淑金在韩再贤和尹志秀重逢前就外遇在先 但她仍然还是将自己婚姻破裂的原因全部归咎于丈夫 昔日初恋的她 甚至为了离间他们之间的感情 说出了韩再贤一直对志秀严防死守的秘密 这也是她此番过来指高气昂胸有成竹的最大一仗 而原本就不在乎外界流言蜚语 以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为行事准则的志秀 在听到张淑金说出这个秘密后 让她想和韩再贤长相厮守的决心再次动摇了起来 原来在收到韩再贤的离婚起诉书时 一向骄横跋扈的张淑金不甘心就这样被离婚 找父亲出谋划策 而张会长却说出了一句连张淑金都倍感意外的话 尹志秀父亲是韩再贤的最大仇人 简短的一句话 似乎让张淑金找到了挽救婚姻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因为在她看来 不管是谁在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后 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面对面笑着面对以后的生活 回到家的张淑金便迫不及待地将她和尹志秀的对话向韩再贤和盘托出 企图从韩再贤联系志秀的表情中找出一丝未解 可骄横跋扈的张淑金却永远都不明白 一味的反抗和伤害只会将韩再贤推得越来越远 就算拯救了这次的婚姻危机 也只是为下一次的破裂扑路而已 然而就连韩再贤和张淑金都不知道的是 其实早在送别营检察长的当天 志秀就从父亲的遗物中 看到了在她神志清醒时写下的有关韩再贤父亲自杀真相的笔记 那十志秀的心情 就犹如一把钢刀扎在她的心口上又转了一圈 彼此还难受 因为韩再贤曾经对她说过父亲葬礼上那无议人道场的冷清 对她说过她因为父亲被众多公友误会 被公友们怜悯起诉不堪受辱而自杀的愤怒 以及对父亲的愧疚和思念 才铸就了现在她在人民群众眼中 是一个运用卑劣手段搞不合理解决 被国会议员抛击的社会蛀虫 而当年她之所以会在恒城集团工作并意外结识张树精 也正是想私下调查父亲自杀的真相 亲手为她讨回公道 然而尽管韩再贤从张树精处得知志秀已经知道真相 害怕志秀胡思乱想 也害怕她再次一个人悄无声息地躲了起来 拼令跑到她楼下只为跟她说这一句话 只求你千万不要逃跑 但得知真相的尹志秀却在无言面面对韩再贤 她还是下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还是和二十年前一样 决定瞒着所有人搬离现在的住处 只是没有想到的是 却在找房子的途中遇到不久前向她表白过的永远 然而兜兜转转长达二十年的爱情又岂是那么容易割舍的 夜深人近时影之秀或许也想明白了一件事 逃避问题永远无法解决问题 一味地逃避只会把两人的感情推向深渊 不仅自己过得辛苦 就连深爱着自己的人也会跟着不快乐 就犹如二十年前她的不辞而别 明明互相深爱着对方 两人却只能在遥远的地方各自流着泪思念着对方 不想重演二十年前悲剧的尹志秀来到韩再贤的办公大楼 然而此时的她却不知道 现在的韩再贤早已在她家楼下焦急地等待着她 就在刚刚 得知尹志秀即将搬家的永远将这则消息告诉了后知后觉的韩再贤 永远虽然也喜欢志秀 也知道志秀对韩再贤的不辞而别是自己再次追求志秀的绝佳机会 但她自己也十分清楚 爱情对她来说就是个梦 而她却睡过了头 二十年前韩再贤为了躲避志秀父亲的全程通缉令 躲在深山老林没几天却仍旧被逮捕归案 就是永远出于嫉妒的心理举报了韩再贤的藏身之所 而最根本的原因永远也曾向韩再贤提起过 因为志秀夹在她和父亲之间非常痛苦 永远之所以当着志秀的面再次提起当年这桩不堪的往事 就是适者一矣 不希望志秀对韩再贤父亲的死在抱有愧疚之心 而也正是因为永远的劝说才使得志秀放下心中久久不能释怀的心结 从短信不回 电话部接到主动相约韩再贤 志秀向韩再贤说出了 得知父亲才是导致韩再贤父亲自杀的罪魁祸首的消息时的所有心路历程 他说从那天起就开始跟自己较量 心里想着要不要再次不告而别诱或者干脆假装不知道 安安静静地和韩再贤过完这一生 亦或者直接向韩再贤坦白事情的真相 静静地等待着韩再贤对她的报复和处罚 尽管得知真相的她内心五味杂陈 经历过了无数次的思想斗争却始终无法得出结论的她 不等韩再贤开口 还是再次说出了父亲去世那天对韩再贤说过的一句话 谁都不要离开我 可志秀却不知此时的韩再贤是有多么痛恨自己 痛恨自己没有早点让志秀知道她对父亲不堪受辱而后自杀的看法 因为如果真要追究是谁的过错的话 那么这个人就一定是韩再贤她自己 因为如果当年不是她带着志秀私奔 志秀的父亲就不会对她有这么深的恨意 进而把愤怒转嫁到父亲身上 最终酿成这起悲剧 然而经历了这么多磨难的韩再贤对这种是非对错早已看得十分透彻 这一切并不是他们几人中某个人的过错所能左右的 而是到如今需要为这笔账付出代价的人 那就是酿成这起悲剧的源头 也就是坏事做尽的韩再贤的岳父张会长 真正的爱情就是双向奔赴的过程 如果说尹志秀先前决定和韩再贤厮终生 仍然让她这个单亲妈妈承受着巨大的伦理道德压力 可在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 看到眼前这个对待感情始终如一 甚至愿意为了自己付出自身一切的男人 尹志秀的心境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了回应韩再贤对自己的感情 即使是被世俗所不容的爱情 她也要义无反顾地和自己心爱的男人永远幸福地在一起 即使现在的韩再贤还处于没有离婚也快要离婚的过程 虽然尹志秀和韩再贤已经兵释前贤 解开所有的误会 但尹志秀仍然没有放弃要搬离现在住处的打算 因为她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希望能有一个更大的空间来完成自己青春年少时的理想 那就是开一间属于自己的钢琴学校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在尹志秀住进新房子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赫然发现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 房门上写上了大大的两个字拆除 甚至在还未通知她的情况下 拆迁队伍一大早就赶到了这里 企图强行拆掉这间房子 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面对六个手持凶器的男人 原本应该是一边倒局势 然而志秀仍然没有退缩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 因为在这之前 她想起了韩再贤身为律师的朋友说过的一句话 生而为人善良是根本 如果自己的让步被当作是退缩的时候 那么大可不必再善良和退缩下去 就应该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 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韩再贤妻子张淑金的杰作 就是她故意以高于市场价两倍的价格 从原房东买下这间房子 企图以此种方式让尹志秀在这个城市没有立足之地 从而迫使尹志秀主动离开韩再贤 张淑金以为只要买下尹志秀租下的房子 然后将之强行驱离 让尹志秀在这座城市没有立足之地 如此循环往复就能逼迫尹志秀妥协离开自己的丈夫 可殊不知正是因为她的步步紧逼 还导致善良温柔的尹志秀做出有被长文的举动 尽管尹志秀在初恋爱人韩再贤的帮助下 用双倍的拆迁费用前走拆迁队伍 但居然思维一向没有安全感的志秀 深知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道理 更何况这间房子是她实现梦想的起始之地 为防止张淑金再叫来拆迁队伍 在闲暇时尹志秀总会守在家门口 可人终究不是铁打的 尹志秀最终还是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 然而尹志秀生病的这段时间 却成为了她和初恋爱人韩再贤独处的甜蜜时光 回想起20年前的学生时代 尹志秀生病时韩再贤也是这样陪伴在他身边 隔着屏幕看到他们俩有说有笑的画面 现在的志秀已经正式接纳了韩再贤 尽管现在的韩再贤还没离婚 但他始终坚信 只要给予韩再贤足够的时间 一定能尽快结束他和妻子张淑金 早已支离破碎的婚姻 给他自己一个迟来了20年的妻子名分 然而现在的他们笑得有多幸福 明天就会有多惨 因为不远处正有一双不友善的眼睛 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尽管两人完全没有任何情侣间的亲密举动 可在有心人的包装下 一次简单的相伴而行却再次将尹志秀和韩再贤 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尹志秀因为道德问题而被家长提前辞退家教老师的工作 然而家长却将辞退的理由讲了极其隐晦 走在回家的路上志秀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回想起昨晚在韩再贤名片下方看到的两人相伴而行被曝光的照片 志秀或许是想到了什么 拿出手机再次搜索韩再贤的名字 而在看到最下方两人在海边邂逅的视频后 尹志秀终于开始慌了 慌的不是因为这起热点事件会影响到自己 在经历过这么多的磨难后 他已经接近一无所有 他无所谓道德层面上的影响 他慌的是韩再贤会因为这起事件失去现有的一切 会影响到他和财阀岳父之间的斗争 而面对此等家门不幸的丑事 韩再贤的财阀岳父不仅全然没有为孙子和女儿考虑 甚至把这件事当成笑柄以煽风点火的方式宣扬出去 因为对他而言 韩再贤的出轨风波闹得越大 势必会对两人之间的公司经营权之争让他增加更多的胜算 而此时的韩再贤似乎也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 按照现实中明星传出绯闻 不是报警就是发律师韩的处理方式 身为律师的好兄弟东真建议枪打出头鸟 找出首个传播谣言和视频的发布者 以侵犯肖像权和名誉权进行起诉 只不过身旁助理的一句话却点醒了韩再贤 视频的发布者可能是张淑金代表 原本决定结束和财阀岳父的公司经营权之争就远离张淑金的韩再贤 再也无法忍受张淑金的虎脚蛮缠 以双方正在打离婚官司 不能同住一个屋檐下为由做出分居的决定 可即便如此 韩再贤还是愿意看在多年夫妻的情分上 只要张淑金答应离婚 只要是他想要的东西 韩再贤都会尽可能地满足他 可向来养尊处优骄横拔护惯的张淑金又如何能厌得下这口气 扬言一定要和韩再贤斗争到底 而韩再贤的初恋爱人尹志秀自然就成为他报复的对象 在他看来 只要继续向尹志秀施压 逼他主动离开韩再贤 那么他和韩再贤的这场离婚官司对韩再贤来说也不再那么重要 而要对付向尹志秀这种看似柔弱实则内心十分刚强的女人 对付他身边的人比对付他本人起到的效果要好上百倍 张淑金确实料想得不错 如果是志秀自己被辞退他无话可说 可他绝对无法容忍最好的工友因为自己而遭到张淑金的不合理解雇 当天下午志秀就来到公司大厅打电话约见张淑金 表明自己绝不会对工友崔善希被不合理解雇装作视而不见 他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劳动法 可张淑金不但不与理会志秀为工友讨要说法的说辞 甚至暗示志秀 只要尹志秀不主动离开韩再贤 那么将会有更多的工友因为他而失去工作 可这还没完 当志秀满脸愁容走出公司大门时 却被张淑金的两个狐朋狗友泼了个透心凉 也许这就是韩国财阀贵妇的影响力 不需要刻意的明示就有人为了巴结你而去羞辱你的对手 只是张淑金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人一旦被逼急了 再啥也会选择奋力反抗 回到家的志秀也许已经幡然醒悟 当法律无法约束一个人的行为时 仅靠道德的尺度是无法进行有效的审判的 既如此不如反其道而行 当天晚上志秀就给张淑金发了一条这样的短信 明目张胆地告诉张淑金要去酒店和他的丈夫约会 得知消息的张淑金的脸上早已充满了惊慌 早已没有当初警告尹志秀离开韩在贤时的那种自信 尽管他口口声声不愿相信自诩贤良舒德的尹志秀 会做出令人不耻的行为 可他气急败坏走出公司 又急急忙忙赶到酒店的情景早已暴露了他内心的不安 也让他掉进了尹志秀为他设下的陷阱 因为志秀并没有真的走进韩在贤的房间 而是在酒店大厅静静恭候他的大驾光临 早在最好的朋友崔善熙被张淑金不合理解过 志秀就曾多次约见而被拒之门外 情急之下只能以这种方式让张淑金自己找上门来 志秀开门见山再次表明自己的态度 如果只针对自己一个人 无论张淑金如何羞辱他 他都不会说什么 因为这是他自找的 可如果由此而连累到他身边的人 他绝不会坐以待毙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身边人的权益 然而话不投机半句多 张淑金也只用一个动作和一句话表明自己的态度 自己得不到他机会毁掉 即便是劳动委员会发来了 对不合理解雇崔善熙的整改命令 张淑金依然我行我素 就算公司因此名誉受损 就算因此遭到公司反对派的诸多股东的联合抵制也在所不惜 因为只要追加罚金就可以解决问题 这就是他做人做事的方式 然而志秀对此却丝毫没有办法 眼睁睁地看着崔善熙此前未保住得知不义的工作 而透支身体拼命加班工作 从而落下病根住进医院 眼看着身为家庭顶梁柱的崔善熙逐渐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志秀颇为自责 只能求助于身为张淑金的丈夫 同时也是自己的初恋爱人韩再贤 希望他能为此事出谋划策 可韩再贤却说出了让尹志秀颇感意外的话 在他看来 如果为了几个和他毫不相关的人而牺牲公司的利益 会使得原本支持他的大股东纷纷倒向财阀岳父那边 因为股东们最终的目标是成为横城集团的主人 所以不想为维护几个无足轻重的员工们的利益而大动干戈 如此一来他便不能打赢准备了数年的 和财阀岳父的较量 此番言论一出 却让韩再贤和尹志秀好不容易靠在一起的两颗心再次产生了隔阂 于志秀而言 虽然两人时隔二十年后再次相爱 但两人中间却总有一股无形的力量使得两人互相排斥 而这股力量就是两人年少时共同的理想 时隔二十年 志秀仍在坚持着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畏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而奔走于风里雨里 而现在的韩再贤却早已背弃自己年轻时候的理想 为达目的 而不惜牺牲几个毫不相干的无辜平民 好不容易走在一起的两人因为心中的信念不同不欢而散 然而真心相爱的两人无论如何还是会走到一起 也总会有一个会率先低头 就在尹志秀埋头苦干为崔善西书血并收集复工请愿书 打算再次将张书精告上法院时 韩再贤却来到了花店 看着眼前鲜艳的玫瑰花 不禁让他想起二十年前两人吵架时 韩再贤为了讨志秀欢心的情景 二十年前只属于两人的专属回忆在二十年后再次上演 两人心有灵犀 深情相望而笑的情景简直献煞旁人 然而生活中总有些见不得别人好的人存在 就在韩再贤满心欢喜缓缓走向志秀时 志秀的身后却突然出现一个令韩再贤所料未及的老人 全贺珠的父亲对着韩再贤就是一刀 然而让志秀怎么也想不到的是 这个人却是他曾经参加示威活动时帮助过的孤寡老人 此时的志秀根本没时间去揣摩 一个性格温和老老实实的孤寡老人 为何会做出如此极端的行为 直到叫来救护车将韩再贤送往医院急救 直到被张淑金以不是家属的身份从家属等待式赶出来 直到第二天确认韩再贤已脱离生命危险 心中悬着的那颗心终于落下来 之后志秀这才对孤寡老人要置韩再贤于死地的行为后知后觉 想起前夫李世勋曾经放过狠话要让韩再贤付出代价的话 以及李世勋曾经是孤寡老人的代理律师 志秀不得不怀疑李世勋就是孤寡老人背后的始作俑者 因为他始终不愿相信 一个就算是被警卫把示威木板砸毁也只会叹气转身离开的老人 绝不可能会有计划性的出手伤人 面对志秀直击心灵的灵魂拷问 李世勋选择失口否认 然而事实上李世勋却十分清楚地知道韩再贤被刺的全部过程 因为正如志秀所料 当晚孤寡老人之所以能清楚地知道韩再贤的行踪 就是李世勋率先跟踪韩再贤 看着韩再贤手捧鲜花幸福的模样极度不已 随后将电话打给了孤寡老人 想假借孤寡老人之手杀了韩再贤 而老是本分的孤寡老人 就算是儿子无辜冤死 苦于没有证据 采取的最极端措施也只是拿着警示牌在恒城集团门口侍卫 却又为何对韩再贤起了杀心 这一切还要从尹志秀从前夫李世勋家接回儿子说起 那天志秀去前夫家里接儿子回家 不料却被恶毒婆婆指责 出轨的女人没资格抚养他的孙子 紧接着还想抬手扇他的耳光 只不过此一失彼一失 志秀已经不是从前那个被他当众扇耳光也不敢反抗的弱女子 而令志秀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却是因为他的强势 让这个从小听从妈妈摆布长大的妈宝男 对他的初恋爱人韩再贤起了杀心 当天晚上李世勋立即约见 正在和韩再贤打离婚官司的张淑金 询问他是否还对韩再贤存有眷念 美其名曰是对曾经试图拆散韩再贤和尹志秀的合作者的一点尊重 然而不过是害怕财阀家的后期报复 来确认张淑金是否还存有非韩再贤不可的态度 身为律师的李世勋深知想要报复韩再贤 既能让自己兵不血刃又能置身事外的方法 唯有假借他人之手 而这个最佳的人选 自然就是对自己儿子死于韩再贤之手有认知错误的孤寡老人 只不过让李世勋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韩再贤命大第二天便脱离了生命危险 更加没想到他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在智秀这边已经全部暴露 深知李世勋缺心眼为人的智秀 当即将他和韩再贤以及孤寡老人之间那错综复杂的关系告诉警察 而得知此事的李世勋早已没有先前接警察电话时的从容 原来早在孤寡老人行刺未遂的当下就被当场逮捕 情急之下只好将身为律师的李世勋当作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只是孤寡老人怎么也没想到李世勋会是过河拆桥的伪君子 拒绝为他法律援助 只不过经过智秀这么一闹 李世勋只能身不由己 亲自前往警局表明自己是孤寡老人的辩护律师 因为他害怕孤寡老人乱说话将自己抖了出来 然而现在的情形已经由不得他 他将会以事件关系人身份被传唤调查 只不过世间的人情冷暖 有的人选择以怨抱怨 而有的人选择以德抱怨 在李世勋接受第二次传唤时 就被告知这起刑事案件以双方自愿和解而结案 李世勋也无需再接受警察的传唤 原因就是犯罪嫌疑人全毕号撤回先前犯案理由的陈述 坚持称自己是单独犯案 只不过还有一个更大的因素 那就是被害人韩再贤交了对全毕号从宽处分的请愿书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不论是韩再贤还是全毕号 又或者是李世勋 他们三人都是受害者 对韩再贤来说 由爱而滋生出的恨 想要化解就该与爱相伴 用爱来感化身陷仇恨泥潭的人们 此时老奸巨华的张会长以为韩再贤躺在病床上 就是他出手进攻的好时机 殊不知韩再贤被刺前的一句话 已经预判了这场争夺战的局势走向 这场斗争先输者必会成为最终胜利者 为使得几方的股票完全碾压对方 张山会长冒险进行了第三者配股增资 在法律上不能以守住经营权为目的而进行有偿增资 可若是以改善财务结构为目的 在法律上就没有任何问题 而不久前韩再贤被爆出婚内交往 单亲妈妈使得恒成集团股票下跌 所以张山会长的第三者配股增资倒也是名正言顺 可让他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韩再贤的玉息风波 却使得恒成集团的股票出现爆发性增长 所以张山会长的第三者配股增资倒也意外成为 韩再贤搬倒他的绝佳机会 而此时的张山会长却仍感到密之自信 以为不过是进检察厅接受问询 受些现金处罚大可继续高枕无忧 可殊不知此时的韩再贤已经以第一代股东的身份 申请了临时股东大会 打算罢免他身为集团会长的身份 气急败坏的张会长更加不知道 他这次走进了检察厅就再也没有出去的机会 此前韩再贤和眼前这位检察官废勤忘食 收集张山会长犯罪的证据终于派上了用场 由于张山会长犯罪证据确凿 这场迟来了20年的正义审判很快落下帷幕 张山会长和他的两个小老弟都受到了与他们罪行相符的惩罚 他们将会以失去自由的代价来为那些失去的生命赎罪 而原本可以拥有恒城集团绝对控制权 大可坐享其成的韩再贤却在解雇了张山会长和张书金社长的当下宣布卸任 只为建立一个将所有权和经营权彻底分开 实现真正民主管理的全新的恒城集团 但韩再贤也不是张山会长口中所说的忘恩负义之辈 身为妻子的张书金即便不掌握公司的经营权 仍然是拥有集团股权最多的大股东 而现在的张书金再也没有任何理由抓着韩再贤不放 主动递上签好名字的离婚协议书 不是因为韩再贤将他的父亲送进了监狱 而是在张山会长审判的法庭上 听着检察官列举的高达42起的犯罪行为 张书金这才慢慢明白当年韩再贤的父亲 和一直想要追查真相的韩再贤承受着怎样的痛苦 虽然夫妻一场 但张书金始终不了解韩再贤 在韩再贤召开股东大会前 张书金曾约见过尹志秀 以离开韩再贤为代价 请求志秀务必阻止韩再贤夺走恒城集团 当时志秀拒绝了 因为他始终愿意相信他最爱的人 绝不会做出夺走他人一切的贪婪之举 而韩再贤最终的决定也印证了 爱他就应该相信他这句话 有了这张离婚协议书 韩再贤和尹志秀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在一起了 再一次回到他们年轻时一起宣誓爱情的地方 也一起回到两个人曾经待过的那间小木屋 尽管已经过去了二十年 但这里的一切还是和他们的爱情一样 那么的熟悉且美好 在这满天烦心的见证下 韩再贤掏出了准备已久的钻戒 戴在了志秀的手上 迟来了二十年的承诺终于在今天实现了 值得一提的是 原本非志秀不娶的永语 也在一次偶然的邂逅中遇到了一个让他心动的女子 志秀的前夫李世勋也已经痛改前妃 成为一名免费为当事人办理离婚诉讼案件的律师 而志秀也通过自己的努力 不仅在短时间内拿到大学学位到研究所就读 更是实现自己的理想创办了一间属于自己的钢琴学校 花样年华生如下花也完满结局 感谢与小帅一同看着这部剧 我们下部剧再见